讲的是帝国时代 实际上跨度会比较大 应该是整个这七讲里面跨度最大的一讲 会将古罗马 拜占庭 以及罗马空建筑 其实拜占庭跟罗马空从时间上是平行的 当然罗马空并不是通史概念 所以我们如果看历史书的话 应该没有这个词条 为什么会串在一块讲 其实从逻辑上是不那么应该的 但是介于其实主要的问题出在罗马空上 它是一个其实在建筑历史的严格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 从前起后 但是在这个时代足够伟大的 就是在这个作为建筑通史里面 可以放在跟帕提农万神庙 巴黎圣母院和克隆大教堂 以及之后的布伦萨教堂这些名作就很少了 也没有留给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建筑师 但这个时代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必须讲它 但是这个完全基于我个人能力的贫乏 是因为我的无能没有能力 专门讲罗马空 那于是就把它和拜占庭 拜占庭其实出于同样的 同样是出于我的无知 其实在 拜占庭也不是时代啊 其实就是拜占庭和罗马空是我们 通史里面所说的中世纪 只是在不同的地域 在不同的这个文化背景下 产生了原本应该是同源的 不同的这个建筑样式 走了不同的方向 拜占庭的建筑非常的辉煌 但是就是我能着重讲的 其实也只有三个 圣索菲亚大教堂 在其他的我就只能讲两个水库了 并不意味着他的建筑作品贫乏 大家理解啊 就是仅出于我作为一个个人的狭隘和无能 那么唯一使我可以这么做的 是因为他们从理论上都称罗马帝国 尽管有名存是亡的还有割裂的 但是也都在 所以在这一讲里面 最主要的 我可能篇幅最大的会讲古罗马 那拜占庭和罗马峰 我们将会看到在一个相同的时代 以相同的渊源 当接触到了不同的水土以后 建筑会朝着可能截然不同的这个方向发展 那么在下一讲 我会讲哥特建筑 我们会开始看到其中的一支 其实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就是我说到的罗马峰 罗马峰建筑 就是在这个时代本身的时候 我们甚至觉得看不到太多希望 它从建筑的成就上跟之前比起来 但是它却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时代 以及建筑成就之一 也就是哥特时代 那紧接着我会再讲文艺复兴 那我们会看到古罗马的 其实更重要的可能是拜占庭的建筑 它会重新地生干发芽 就是以及古希腊的它会如何复兴 那么这是一个在整个大的历史脉络里面 我们需要先给它定位的 那么上次我们讲到古希腊建筑 古希腊的对 其实就上次我们澄清了一件事 它并不是巴尔干半岛的建筑 它是在地中海沿岸 那么在希腊时代其实最主要是 以爱秦海为中心的一个文化圈 它并不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 从地域上的这个希腊的地区 那其实古罗马的这个时代 以及它的建筑是同理的 它也并不只是指亚平宁半岛 也是像现在我们知道意大利 以及意大利的首主 我们知道的罗马市 那么我们看到它的版图 实际上我们在建筑史里面 所指的古罗马的建筑 它更多 首先指一个时代 从公元前四世纪开始 那么在通史的断代上 它到公元476年 东西罗马帝国的这个二分 待会我们还会讲到 那么大概是八九百年的历程 那么但是有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 就是尽管我们在学习建筑史的时候 需要了解通史 但是技术史的断代和通史的断代 往往应该是不同的 这前面是废话 就是这个 大家随便听一听 希望能有帮助 比如说到公元前 到公元476年的时候 东西罗马的这个划分 它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但是在这个时候建筑并没有 在这一刻因为这个历史事件 发生任何改变 所以技术史通常来讲 很少会有巨大的事件 使它在一夜之间发生天翻地覆 天翻地覆的变化 它不像政权 不像某些战争 擦枪楼火马上就能打起来 但技术的演变是一个更缓慢 那么我觉得它更理性 会基于更多的这个确定因素 缓慢发生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并不意味着 公元前四世纪 罗马其实那时候不是罗马帝国 是古罗马 其实是这个共和制 是罗马共和国建立的时候 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 它其实并不见得 从建筑上开始就是古罗马了 那么在地域上我们发现 它比希腊化时期 其实它所波及的这个外延 扩大了 它变成一个环地中海的文化 那么我们在讲古埃及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讲过了 那么整个西方的这个 我们讲建筑史 它所涉及的 其实甚至我们不能说 它是欧洲的建筑史 我们叫西方 这个西方其实在地域上 指的是地中海的沿岸 环线 那么其实之前已经两讲了 我们发现 其实在讲埃及的时候 北非西亚 以及西欧 那么在很多时候 它会波及到东欧 那么这是一个 我们首先知道的 它不是一个民族概念 和现在所指的地理名称的概念 那么罗马共和国的建立 其实就是得益于公元前 三四百年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 古罗马的前身叫做拉丁同盟 他们和北非的 当时叫做迦太基 打了三次布诺战争 但我们知道 当你在欧洲大陆 要和北非战争的时候 一定需要控制的是海域 所以在这三次战争的期间 发生了两件事 一个是罗马 作为一个政治实体 开始越来越强大 盖过了雅典 盖过了古希腊的城邦 那另一件事 是在战争中 其实战争是一种残酷的交流 它会流血会牺牲 但另一方面 它是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地域 发生了大规模的迁徙 接触 对吧 这个接触非常的激烈 所以它也刺激了 在那个时代开始 各地区的文化的交流 后面我们还会看到 其实拜占庭的建筑成就 也很大程度上得自于 他们与土耳其人 与波斯人 与西亚的民族的不断的战争 所以我们看一下早期的 罗马建筑 就是这些在我们一般的教科书里面 会比较少见 是因为它 它显然不典型 对吧 大概在公元前六世纪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还没有 罗马共和国的概念 在这个时候 它指的倒是比较狭隘的地域 就是在 现在的罗马一带 在亚平宁半岛上 那当时我们知道 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中心 全都在巴尔干半岛 也就是希腊 雅典索地 就是为中心的 这个爱秦海的 这个范围内 那么 在当时的亚平宁半岛 现在意大利的位置 其实是一个相对边缘化的地带 所以它 首先它会学习 希腊人的东西 因为我们在这看到 就是三角形的山花 就是它神庙 包括柱廊 该有的都有 这个时候 它没有所谓罗马的痕迹 另一方面 我们会看到 它做的其实 不是特别地道 就是这个柱是我们认的 是吧 但是好像又不太认的 多利克的柱是 应该是没有 没有柱处的 对吧 然后这里出现了 多利克的柱室 但是还记得上一年 我讲的 这叫什么呀 齿形岩口 它代表的是 密类平凉的 这个结构体系 那通常来讲 这种结构体系 应该对应了什么呀 爱奥尼式的建筑 对吧 那以及它在进柱廊的 这个 两排柱的柱廊 两开间的柱廊 其实并不是没有的 但是当你 在你面宽方向 有一个柱廊的时候 但是我们发现 它没有侧廊 所以我们会发现 它是一个 向往倾向 倾向 以及学习古希腊建筑的 一种状态 但是 它显然不是 它不可能代表 希腊建筑的 巅峰状态 那么这个是 大概公元前76年 就是出土的银壁 但上面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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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些时候 我们发现 遗址 哈 它 它带给我们的 这个 这个信息量 未见得 大于一个 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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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的 钱币上的 形象 因为遗址通常来讲 已经损毁了 对吧 那么 当你 当你把一个 形象印在 钱币上 当它被抽象的时候 我们知道 你一定会留下 它最珍贵的 最重要的那些特征 所以在这儿 我们会发现 就直到 呃 到公元76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 其实 就是 罗马 已经 已经在接近 它的地质时代 共和时代 已经快要结束了 所以这个 其实 其实 其实罗马帝国 已经建立了 将近 四百年 但是 我们看它 它钱币上 所反映的 建筑的形式 一目了然 对吧 是古希腊式 在这个时代 即便罗马人 开始 获得了 整个 沿地中海的 统治权 他们在 军事 经济 政治上 都非常的强大 但是 直到 公元前 一百年 左近 他们建国 三四百年的时候 他们仍然没有建立起 属于自己 独立的 文化自信 所以在 在数百年的时间里面 罗马 古罗马的 这个 呃 不管是皇帝 还是贵族 他们的奢侈品 他们所欣赏的艺术 仍然是古希腊的艺术 那有一个事实是 就现在我们研究很多古希腊的雕塑 就是我们声称它是古希腊的 是因为有记载 然后它有 它有原创者 但通常来讲 留下来的雕塑的这个古代样本 所出土的 通常来讲 都是青铜雕塑比较多 这大家知道 但其实那些雕塑之前 都是 多数都是大理石的 希腊人 主要用的是石雕 那为什么会 我们会用古罗马的这个雕塑 来研究古希腊 其实就在于 在古罗马时代 会有大量的艳品 为什么用青铜呢 大家知道青铜跟石头 最大的逻辑不同是什么样 青铜是一个胶膜的 对吧 我只要做出一膜来 换句话说 它是一标准化的 它是一个可复制的 现在我们叫 它是可山寨的 对吧 那 古希腊的一个石雕 你是需要石匠 对吧 就是你要一个一个的雕 但是在那个时候 皇亲贵胄 他们都会 希望有 有古希腊的艺术藏品 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会 你织一个膜以后 你想做多少 就可以做 所以在古罗马后 有大量的希腊艺术的 这个艳品 供人收藏 但是它的质量 仍然有高下之分 所以 这有一件事 跟我们今天特别相关 并不意味着 一个国家的经济 政治 领先 它的文化 就一定值得交 所以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好像 应该是从中学的时候开始 有一件事 对我的刺激就非常的大 就是我们的政治课本上 有这么一句论断 我国 第三世界国家 然后 对吧 就是属于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这些我觉得 就是说出来都挺好的 都很准确 经济 政治 文化 相对落后 对吧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 受的教育 但是我不知道 在 第一讲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人类文化的历史地图里面 我们知道黄河流域 以及长江流域 两河之间的 颜色 它的深度 以及我们所知道 所有的朝代 我们的艺术 中国清以前的艺术 在全世界的 文化艺术的市场上的价值 中国的文学 诗学 以及独特的目落艺术 但是我真的不是特别清楚 中国的这个文化相对落后的 论断究竟是从哪来的 当然有一个 特别明显的分水岭 鸦片战争 1840年 一声炮响 打进了国门 我们在战争上失败 但这个其实 我师父董一干 讲过一个 他在北大跟其他人的 这个讨论 我觉得 说的特别的棒 说这个 相当于什么呢 是一个秀才跟一个兵 在马路碰见了 然后口角了几句 他俩都打起来了 秀才让那个大兵 给打得半死 到这儿都是正常的 结果秀才爬起来 淡淡土 得出一个结论 是我没有那个大兵 有文化 所有的文化自信 都不是你 虚张声势地 喊出来的 但是 文化自卑是一个 更让人焦虑的东西 那我们看看 罗马人 我们看到 在这个时候 古希腊的城邦 已经不复存在 数百年了 但它仍然被纪念 这个是大概 公元前二十纪的时候 这个时候 罗马共和国 已经建立了 这个时候 我们看他们的神庙 我们仍然看到了 带住处的 多利克住世 对吧 然后仍然看到了 赤星 赤星烟口 三角城的山花 而且在这个时候 它仍然保留了 诸多木构的 这个形态 原本的形态 但是上次我们就讲了 古希腊人 从什么时候 就已经开始 就已经开始用 用大理石 大理石的装饰 来置换这些 要素 那么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 有什么属于 其实 巴西利卡 待会我们会 集中讲巴西利卡 那么我们要是 从平面图上来 来大概认一下的话 它起码是有两圈 它会有一个中厅 外圈有一个回廊 就是巴西利卡 也是有多重意义的 空间意义 结构意义 那么 这就是在罗马 开始渐渐地 用的比较多的 我讲巴西利卡的时候 会讲到 那么在其他 我们仍然看到 但我一看这个后面 我经常会 有一种 中国的妙语 其实也这样的 还有一个山门进来 对吧 实测图 两边是相方 通常我们后面是大建 那我们知道 这个时候 整个罗马的 这个纪念性建筑 仍然在沿袭 这希腊的 这是一个 媒粮体系的结构 对吧 我们能看到 它柱子上面拖着梁 那么即便 我们能看到 那个时代 这公元前一世纪了 他们建国了三百年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看 他们做的纪念碑 还认得这个吧 克林斯注释的 应该是在古希腊时代 最典型的一个作品 你们看 它究竟有多大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 我们大致用肉眼 识别一下好歹的话 就能知道 要这么看起来 它古罗马的 早期的建筑 只是一个 不那么成才的学生 这个是在 德尔菲的圣地 德尔菲是 古希腊的 这个预言中心 就是基本上 我们看神话的话 你要有什么事 不知道 就会去德尔菲 对吧 找先知 有很多人去问 阿波罗对吧 来剧透一下 会发生什么 在这我们看 它的圆形神庙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也不大敢认 这个注视 它究竟是什么 但是没关系 我们会发现 它在很勤恳地 学这些东西 那么直到有一天 我们所知道的 最早的古罗马的 有它自身特征的 可能就是 竞技场 那后面我们 还会看竞技场 在这我们会看到 一个民族 一个文化背景 它所应该有的 建筑的特征的出现 它往往是花 数百年的时间的积淀 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有 就是在政治上 军事上 有无数的变迁 但是技术是一个 非常不紧不慢 我行我素 但是该来的 它总会来的东西 那渐渐地 不知不觉的 我们发现 罗马人 从学习希腊人 渐渐地开始 发现了自己 所有对个人的发现 都不来自于 你先天的 一开始 想要获得 自我特征的过程 所有人发现自我 都是从你模仿 另外一个 你所认同的人 这是我今天想说的 第二段废话 今天废话会 稍微有点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我讲这个 心里有点没有底涕 就是还是回到 就是另外一个 刺激我的东西 就叫做创新 就讲创新型人才 创新科技 等等等等 以及 就是做自己的设计 让别人说去吧 以及我们学习别人 会不会丢了自己 就哪怕不学别人 也千万别丢了自己 而且之前我在网上 看了一个 一个特别逗的 说文学家于华 我特别喜欢于华 他曾经讲了一段 就是说 他在讲文学 在讲后辈 对前辈的学习 以及模仿 他说 太阳用阳光滋养植物 植物会自己生长 但植物获得了 无疑获得了阳光的滋养 但植物绝不会 长成阳光的样子 所以我们不要怕 学习前辈的东西 因为我们不会长成他那样 只是获得他的滋养 然后我在后面看到了几位建筑师 有些是朋友 有些不是朋友的跟帖 恍然大悟 然后有一哥们 吼道 如果学习别人的东西 学别人的东西 是怎么说的 学别人的东西 不失去自我 才是好建筑师 完全没有收到 人家想说什么 但是这个是 几乎所有的 绝大多数建筑师 就都会这么喊的 如果你学习一个 你认同的人 你能成为他 丢掉你自己 这个才是最理想的 但是可怕的是 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 这应该是一个 让人绝望的事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别人 是因为我们知道 自己不够好 而不是因为我们觉得 自己挺不错的 对吧 我美得跟花一样 我为什么要学习别人 对吧 我一定号召大家 学习自己对吧 但是你在学习 一个你认同的人 你看到了自己 你觉得自己不行 但在这个时候 你还老怕 自己学得像对吧 我曾经特别 特别诚恳地 就想变成像 像董老师那样的建筑师 但学来学习 发现你学不像 人家 简简单单做的事 你可能要花很长时间 然后这个倒没关系 这个人的天资 总是有差别的 关键是 人家做起来很开心的东西 我需要很长时间来疗伤 来平复自己 然后 我时候在做砖房子的时候 在码砖 在讨论那些东西的时候 会越来越抗淡 后来开始 我带着别人去 去他的砖房子里面 去给别人当导游 我跟别人讲 我都会觉得很累 然后我越知道 这个是怎么做出来 我就会觉得越累 但那个时候 我仍然特别想成为一个 像董老师那样的建筑师 但是你时间长你会发现 不是你发现 是我发现 我的思维比起他来是打了马赛克的 思维精度 思考建筑的精度 但那也没关系 但是渐渐你会发现 诶 董老师在讨论位置经营的时候 在讨论取手的时候 在讨论大局的时候 他通常会跟我讨论 但是一旦涉及到 到构造 到材料 到细节的时候 他图都懒得让我画了 实在是看不上我干的过 那渐渐地 你会发现你自己了 所有人的自己 都应该是被发现的 而不是你设定的 它往往不是你认为的样子 往往当你发现你自己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存在 你要不要保护它 它一定就在那 而你越想学习 你向往的人 你就会越清楚自己是什么样 你学谁学得快 学谁学得慢 所以大家每个人 趁早 就把自己这个 对吧 就是既然大家还在来求学 意味着大家知道自己 没有什么了不起 自己是很糟糕的 很差的 我也是很差的 对吧 所以也才会借这个机会 不断地在学习 那找一个你认同的人 去学它吧 拼命地想变成它 不会丢掉你自己的 换言之 如果你因为学了学 别人就丢了你自己 这东西早晚得丢 看看人家 你看 对吧 到这的时候 还是怎么样 但是到这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现 但是他们突然发现 那 罗马人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发现自己的特征的呢 当然这个特征 仍然不在建筑学内部发现 就往往我们 站在建筑学里面 去讨论建筑学 这是 我们应该这么做 在多数时候 但一旦我们涉及到 起源的时候 建筑学一定不是开天闭地里 诞生的第一个东西 对吧 上帝花了七天时间 没有该跑的 所以了解起源 可以帮助我们 时不时地跳出来 审视一下自己在做的事 有一句古话 不是条条大路通北京 这个是 就是被 本土化的一个 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句话是有的 并不是罗马人热爱修路 是基于 我们看 基本上我们要看到 古罗马地图 不画别的 基本上画的就是路 而且非常的复杂 非常多 这为什么呢 之前我们讲过 埃及的物产 和希腊的物产 罗马人的建筑成就的开始 是从 也是从 前面讲了 就是基本上 各民族的伟大的建筑 都来自于他们 所在的地域的历史的 诸多尴尬 罗马人最大尴尬什么 它地处内陆 我们知道 要供养一个城市 大家如果有兴趣 去读约翰里德写的城市 非常棒 那是我到现在为止 读过的 讲述西方城市 最好的一个人 那他里面提到 要供养一个城市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你要知道 城市是怎么出现的 人类大分工 城市里一定都不种粮食 对吧 但城市人口又非常的密集 我们只知道 在城市里面享乐 交通 你看起来高端洋气 我们什么时候想过 咱们这么多人吃饭 究竟我们的饭是从哪来的 粮店的这个粮是从哪进的 对吧 就是有时候你想供养这么多 你就会非常理解 为什么中国人管人口 要叫人口啊 他说人还不足以描述 这种生物对城市带来的压力 压力都来自于哪 口 你要吃 你要喝的 这事其实非常可怕 就是话说 在一直到奥古斯多大地的时候 他每天做朝理政 最主要解决的事就是 他要看报表是 每天有多少粮食要运进罗马来 是按天计的 所以在这个操作过程中 你稍微出一点闪失 可能就会有某一个阶层被饿死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 不容易维系的一个系统 尤其在古代的这个城市 那么在一直到奥古斯多的时代 大家知道 就是罗马已经进入地质了 在那个时候仍然人类 就是西方西方人 还没有研发出可以用 大家知道 马的速度是更快的 但是因为人类对恶的这个研究 大家知道恶什么吧 就是这个这个数学研究 共恶曲线 就是 其实就是套在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生口身上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节点 一个卡件 要卡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生畜身上 才能拉车嘛 那个时候是套不了码的 所以 拉重的东西 只能用牛车 这东西其实速度就很慢了 那你速度慢 意味着在一个总量下 你要求什么呀 要求多线程 同时运输 对吧 所以这句话这么来的 条条大路通罗马 他们通进罗马 是要给罗马人运粮食的 否则就 都饿死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就就是实际上 为了修路修得快 古罗马的这个道路 都是单行道 然后当 就是当两队车 运进去 马上就要出来 继续往里面运吧 有点像玩游戏啊 当狭路相逢的时候 一定是出城的这个 会把整个车 搬到路边去 让进城的进 对吧 就一定是你 你先保证人能吃上粮食 一直是这么走的 所以最头疼的 就是奥古苏兹斯 都每天都能收到报表 今天又饿死了多少人 咱们要努力了 所以现代城市 我们知道 现在城市人口 再思考一下这件事 对吧 学规划的同学 你们要知道 你们手里的一笔 建筑师手里的一笔 无非是一道墙啊 但是你手里的一笔 这一条路 这个东西真的叫国际民生啊 所以一个问题是吃的 还有一问题是什么 是喝的 你知道淡水资源 也非常的重要 那罗马城市 是在出现的时候 是在那个时候 最大的城市 怎么办 那么多人要喝水 那么吃粮食 你可以用车来运 喝水你怎么办 所以 实际上 就是早在凯撒大地的时代 就已经做了非常大规模布局的这个输水 输水道的这个规划了 要往 要往这个罗马中心地带 引水 所以 大家知道 就会有这个东西 这东西叫什么呀 叫高架水渠 它是水渠啊 它是走水的 为什么呀 大家知道 水是下流的东西 对吧 水是往下流的东西 对吧 就这个东西 你是改不了的 粮是什么的 就是 你拉车是可以爬坡的 但是你真要走水的话 这东西 你没法跟大自然抗争 你必须得尊重 就意味着 在整个这输水系统里面 你要保证 罗马城市最低点 但一般选择城市的话 很少把城市 选在整个地域里的最低点 对吧 它有什么问题 你排水成问题 一下雨 对吧 维尼斯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样 它都不是最低点 对吧 巴比伦有一段是最低点 对吧 那么 就意味着你在 起始输水的地方 你要保证 它有足够大的标高 然后开始运过来 所以它会导致 那么你运的时候好办 但是你跨过河的时候怎么办 修水渠其实是一个不难的事 你其实修一个实体的土堆 把它给拱起来 把水道拱起来就行了 但你过河的时候 你如果还是修一实体的土堆 这东西叫什么样 叫霸 叫水霸 对吧 所以它一定会 要求你分跨的把它给 跨过去 有两个作用 最重要的是水能流过去 这样你才不会 就是这个东西被冲垮 对吧 不会被水压冲垮 另外一个是你分跨度的走 它的工期会更快一点 因为大家知道 你一定在汉季的时候开始修 等到训期的时候 你修是来不及的 所以这事其实非常的麻烦 它导致了什么 它导致了罗马人 必须要用最简单一行的 他们没有中国的场间桥的技术 对吧 赵州桥 我们真比起来 我们就知道赵州桥 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东西 那么 对民族文化过于自大 也不是好事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知道 建筑师有余地做这事吗 没有余地 只有工程师有余地做这事 这东西好不好看 一毛钱都不止 是因为 对吧 前面我们看到的建筑 它都与好看有关 对吧 是罗马人觉得 希腊人的东西好看 我要学 对吧 之前我们也说了 好不好看的事 都是吃饱撑的 但是在你还没吃饱的时候 通常你顾不上这个 所以到了这 第一 罗马人根本没有机会 思考 这个东西究竟好不好看 它只要能跨过去 实现所有的功能就好了 所以它一定会用 他们手头 最先进的建筑技术 还记得我讲古希腊的时候 讲到过 希腊人其实是 从美学上放弃了 拱券结构 对吧 是他们非常执着的 强硬的 非常牵强的 在用石头 来再现 木结构的这个 煤粮体系 但在这 罗马人不能这么干 对吧 会死人的 所以 这个时候 由西亚 波斯人 所发明的拱 就派上了用场 而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 在公元前两世纪左右的时候 罗马人 我们知道在 现在罗马 其实离纳布洛斯更近 有一座 火山叫维苏维火山 每年喷发 然后会留下大量的火山灰 一开始就是一件坏事 后来 在公元前两世纪 左近的时候 罗马人突然发现了 火山灰有水硬性 水硬性我不细讲了 它跟水泥的性质是一样的 之前都是用石灰的 石灰是气硬的 它的强度 防水性各方面都不及水泥 那水泥是 真正现代水泥叫波特兰水泥 是19世纪才出现的 但这个时候 公元前我们知道 就是近2000年前的时候 罗马人突然有一座火山 每年就吐水泥 这个其实在技术史上的 这个给罗马人提供的便利 就相当于在冷兵器时代 有一哥们捡了一把枪 而且还学会用 你们知道它是一个 多么棒的东西 那么一旦罗马人开始 开始用火山灰 其实就是相当于用水泥了 然后他们在做拱圈的时候 大家知道拱圈其实是什么呀 是用中间的粘结材料 结合层 把不同的这个散的器块 给连在一起 对吧 形成一个拱 那当这个技术革新了以后 他们的拱技术就变得非常的发达 所以在这个时候 罗马人最早大规模用在 其实不是建筑啊 用在工程领域的 就是拱圈技术 和他们的火山灰 大家回去看看吧 就是实际上 这个一直到了公元后 就是在图密扇的这个时代 图密扇是 今天我会 讲两位暴君 在同时里面都是暴君 但是我觉得艺术史里面 真的是功德无量 我并不是说暴君好 但是实在是 前面也说了嘛 艺术 居多也都是吃饱了 很多变态的事都会相伴而生 那么一旦 所以在这我们看到 其实对于高架桥来讲 不会去装饰它的 对吧 这既没有扇花 也没有齿形眼口 它也不会在这做柱头的 一旦这个技术开始发达了 就是这是我刚才讲的 火山灰的事 它导致 整个建筑的造价就都下了 他说 当一座山在烹土 高级的材料的时候 就是我现在不能想象 在这个时代 有一座山在我们工作室旁边 对吧 每年硬季的会凸一些公子缸啊 什么 保温玻璃的出来 就是这是一个多么爽的事 但是罗马人就赶上这种好事 这个技术就开始 大规模的推广 但是我们看啊 就实际上用了这个火山灰 和用这个石灰杀影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呀 气块在这种结合层的结合下 它会像整块的石头一样 一般的大家知道 专强钥匙 你踹一脚 它真的碎了的话 它一定是这个撒一地 这个气块会撒一地 但在这我们发现 它其实 你原本被做成这一坨 不同的石材 由这个火山灰的连接 它会变成一个完整的石块 这东西是希腊人想都不敢想的 但我也不知道 希腊人拿到这个技术 他还会干嘛 但是罗马人不管那么多 我们发现这个倒了以后 它仍然是一大坨的 像整块石头一样 当一个人有本事把小块的石头连接像整块的石头一样 你还能决定它的形状 这事实在是太牛了 所以就会到处都会出现 但过去你们猜的过去会是清水的吗 绝对不是 清水的它不会气成这样 所以早期的它都是会封一个边 周围都是砖的对吧 会封边 然后中间在填石的部分 会填上这个石块和混凝土的部分 是填压的 但是这个做法 我现在仍然在讨论它 是不是有抗震的作用 但是其实很多地方 它都会有类似的 当然这是一个贴面了 但是它究竟从哪来 大家认得这个 这个东西叫影币 但有的人叫照币 这是中国的东西 我也不相信中国人 跟古罗马人有过任何的交流 但是有好多事 技术史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砖和拱的问题 其实在康以前很多年 康只不过是在 他不是在问砖 他只是在复述一个 非常历史化的过程 这就是庞贝城 当然我们看到上面它的柱子 庞贝城就被维苏维火山的一次大喷发给埋了 公元79年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了 一直到十五六世纪的时候 才再次被人给挖出来 维苏维火山闯了两个祸 一个是埋了庞贝城 另外一个是他杀了一个 在古罗马时代最伟大的学者 普林尼 就是前几天我还在读普林尼的东西 有意思极了 你们其实也可以去看看 特别好 那个 我们会看到上面柱子不用多说了 就是 我们看下边都是什么呀 砖基础 对吧 其实这也不是基础 它原来露出来了 它是砖的 而且我们看到它 在这可能不太清楚了 像梳子一样的 是外处理尽的 这是干嘛用的 它当初外面一定是抹灰的 或者贴实材的 大家能理解吧 然后现在我们要装修的话 如果比如我们要抹一层白灰 通常来讲会在那个 素混凝土墙上 或者这个水面上 会干一什么事 拉毛子来 就用这个白乳胶 穿水泥 会带出毛来 拉出刺来 这样 就是才容易 这个 把结合层抹上 就容易挂着 然后再有比较高级的做法 可能挂网 就是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他们干的 我觉得其实更聪明 那砖砖 你砖都一边大 你砖到边上的时候 如果你要错开砖的话 它一定会呈现 外处理尽的这个状态 你保留这个状态 将来在网上 直接挂灰的时候 可以挂得非常的厚 有兴趣同学 可以去读阿尔贝蒂写的 《论建筑》 里面就提到古罗马 就古罗马以前的人 就是他们墙上抹灰 很多时候会 甚至抹到一米以上后 这个技术 其实到现在也有了 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 一个现在还活着的 建筑世界大师 叫做彼得·朱姆托 他做的 瓦尔斯文圈浴场 这个浴场 有很多人认为 都是用片岩 干垒出来的 其实不是的 其实是这样的 他用这个片岩 直磨 当然他这事干的 远比我讲的变态 他几乎 在这大概也能看 他几乎每一块石头 是编了号的 他在画图的时候 知道每块石头是谁 应该放在哪 其实我有点替师公的人 捏一把汗 但这个盖出来 盖就挺好 我们看他其实 在织磨的时候 是一面去奇 所以有很多人 会很奇怪 这个家伙也太牛了 他做器块 怎么可以不用结合层的 我们看没有灰缝 对吧 这东西怎么累啊 而且 而且那么大贵的东西 他其实事情 真相是这样的 他这个片岩是这么码 然后一长一段 一长一段 像梳子一样 然后他相当于是 织着一个膜 对吧 然后光机把混凝土倒进来 混凝土硬了以后 就抓住这些齿状的东西 他就非常的结实 所以我们说他什么呢 你说他纯气数 他肯定不是 对吧 但你要说他贴面 他也不是 因为他跟那个 完全是咬在一起的 他不是厚贴的 对吧 就是所以这是一个 石膜的这个东西 其实他无非是什么 这个智慧是什么 他无非是把 庞位成就是 就是这些砖的东西 它是在里边 对吧 他的目的是要 抓住外面的这个 抹灰 只是把这逻辑 反归了 就是他要抓住 里面的这个 互相之间形成强度 就只不是这样而已 所以你说真正人类 究竟有多么大的进步 其实有史以来 伟大建筑师就做了 那么几件事 区别指在你做得好 还是不好 盘上有人做 前面人没有做过的事 如果我们做了一件事 自明则意以为 我们做过别人没做过 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别人做 所以有的时候 无知也是一件好事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 知道越多越千倍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在古罗马的这个建筑 不管室内外 其实通常来讲 它都是抹灰的 那么之前我们看古希腊的 包括这个克里特的 米诺斯宫的那些 其实它通常来讲 也是抹灰的 或者贴大理石材 回到我之前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 不是所有 即便不是所有的 但绝大多数的 伟大的建筑 都是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的 就是建筑师的高下 真的有分在 你知道把金玉放在其外 把败蓄放在其中 然后 但首先你得知道 什么是金玉 再接下来你知道 把它放外边 再接下来知道 怎么把它放在外边 所以在这我们看到 大量的这个 你看就是很多里面 就都是砖心啊 对吧 外面在贴食材 对吧 然后有很多重要的地方 就是 这张图大家好好记好啊 后面讲到 罗马峰建筑的时候 这种会把洞口装饰的 格外精细的方式 一直遗留到今天 那后面 待会我在讲 罗马峰建筑的时候 会看到很多 特别罗马峰化的 符号化的 用于认知 罗马峰建筑的 这个精华的一些要素 其实都来自相同的方式 但是我们看到 基本就是砖的 然后它会贴 贴食材啊 那在洞口的部分 它会格外的讲究 中国也是这样啊 人基本 就是这样的东西嘛 这是在庞贴仪式里面 我看 它其实里面都是砖的 因为一旦你 就是你的这个 结合层足够好的话 其实用食材 它反而会变成一种 比较浪费的事儿 所以好的食材 它通常来 都会放外边 砖是一个 你用粘土烧出来的 它更标准 更小块啊 所以它也更容易操作 实际上 这学期我争取吧 我讲完这个系列以后 我讲一次 气力结构四遍 这个东西特别好玩啊 我们看 这个因为胯子很大 你必须得用粘啊 对吧 这个用平凉 是是是是 是不可理喻的 这个结构方式 但我看这儿 特别有意思 这儿其实 你们看到这个了吗 这个洞 原本其实就是一个拱 对吧 但是他们干了 什么事呢 他在这儿又 起了一个平凉 把这儿填使了 他把它装饰成一方洞 这是我们仍然能看到某些 还遗传自希腊人的价值判断在什么呢 除非这个跨度特别大 否则他仍然希望 它是平的 这是一个 数百年来 到现在也没有被擦干净 其实干嘛要擦干净啊 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装饰了 对吧 它原本开成这样 是一个特别顺利成章的事 对吧 但是他还会把它开平 相同的形式 我到文艺复兴 讲帕拉蒂奥母题的时候 还会再提到 在这儿就更好玩了 我们看看 因为这个它外墙剥落了 这个现在叫什么 叫素颜对吧 抹上灰的时候 这就都是风筒 没良体系的 你看它一旦素颜了以后 所有的跨度上面 你但凡用气块做 稍微有点技术尝试 你就知道 起拱一定是最好的方式 对吧 那么它起完拱以后 拱都已经起了 但是它会抹掉这个拱 意味着什么 在此刻 尽管在输水棋里面用了 然后在很多大跨度里面用了 但是起码在旁背的时代 建筑师们仍然认为 平良的美良体系 才真的符合他们的美学理想 这个理想 我们知道来自哪儿 这理想 你们认得这个吧 这哥们叫路易斯康 这是印度经管学院 你们看这个专墙 反正我念大学的时候 完全不理解 这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但它这个不是 不是外墙脱落 它这个就是盖 它就盖给你看的 它每一个开间 都是起了一个拱 这个梁干嘛呢 这个是一个拉杆 是一个细杆 它实际上是 大家知道拱会有侧推力的 对吧 那么你要不然从两边顶住它 要不然从中间拉住它 这相当于什么 我 我匹插站了 对吧 有一个人足有劲 摁我肩膀 哇 我就要匹开了 然后我不肯 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在两边顶住我的脚 对吧 还有一个是 你拿一根绳子 把我两个脚伸在一块 我这个结构体系 就稳定了 对吧 就独立 压我的那个人 叫做贺仔 所以在这儿 我们能看到 康其实 他在演绎的 在表述的是 一个非常古典的 问题 只是曾几何时 是旁贝人 不乐于世人的东西 不慎被 被公之于天下 而成为路易斯康 他生怕别人 看不到的一个表现 我们看到 其实 都来自于这儿啊 那么当他渐渐地开始进入 前面讲的其实 对吧 就是要不然就 就就就就把他抹掉了 他真的开始 不能说登堂入室 他开始真的 比较密切的和建筑接触的时候 仍然是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在这儿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神庙 朱比特神庙 朱比特大家知道 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窦斯了 就在拉丁文里面 他是神王 叫做朱比特 那么这个神庙 其实起根上 它跟一个古希腊的神庙 仍然没有任何差别 而且这个其实做法特别罗马 我们又看到了 一个三小型三花 然后两开单的柱廊 然后侧面没有这个柱廊 是吧 就是会有一个入口 特别罗马 那么 拱节都会用在 用在底下 这是一台机 对吧 换句话说 他其实拿这个做的是一个地形 他并不是 真正美学表现 仍然还是这个希腊 这是他下面了 你看 但一旦你要做一个地形的时候 就是我不讨论他美学的时候 其实你发现 这帮人特别理性 对吧 他非常清楚 哪是该给你看的 哪我就是要 支撑起一个结构 一个空间来 所以在这儿 我们发现 他又用回了拱结构 以及我们发现 他转角 以及拱圈 这些部分 他会用完整的 被切割精细的这个石材 然后在中间 他会用混凝土 对吧 其实就混凝土了 骨料 当然就只是他 他这个沙浆的这个部分 比现在的混凝土 略少而已 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 在当时应该是非常高级的结构 但是我们发现 他并没有在建筑会学里 这个你们认得吧 这是文艺复兴的大事叫帕拉迪奥 他做的园厅别墅 这跟古罗马究竟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这还是我刚才说的技术史 但是一旦你说回到技术史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 它根本没有变过 园厅别墅是什么呀 上面一个希腊式的这个中段 对吧 在上面后面我会讲 来自万神庙的古罗马的一个头顶 下面是一个台基 对吧 真看他的这个泡面 台基就是拱的 底下是拱结构的 上面也爱多希腊 要多希腊 有多希腊 但是在这儿 我们进到里面看看 就是这样吧 一会儿 吓死我了 好玩吧这个 所以到这个时候已经 大家知道文艺复兴的时候啊 大概十六世纪走进的时候 已经一千六百多年过去了 建筑师还在 所以其实伟大的建筑师 是一群特别不长进的东西 那么到这个时候 我们开始发现一件事啊 除了像 像这个疏水桥一样 它解决的是巨大的跨度啊 就在这个 作为基座下面的这个结构 它解决的也是一个跨度的结构的问题 用的最多的在哪呢 门也是一种跨度啊 我们发现这个拱作为一种要素的表达 它最早出现在就是跟门有关的地方 对吧 因为一旦包括在彭卫城里面 我们看 在这儿的时候 它登堂入室了 但它真的不是说罗马人就想让它这样 你要这么大跨度 我没有别的办法 就只能这样 所以最早的一定是门 会把这拱漏出来 是吧 一旦你有办法把它给封上 它一定就把它给干掉 所以我们来看看门啊 所以最早把拱作为要素来表达的 仍然是在门洞的上方 在这儿它表达了一个门洞啊 那当然它上边一定不会忘了 它才会加一系列的希腊的注释啊 就是它会 其实这个潜伏雕嘛对吧 还会有这种东西 这个好玩极了啊 那么所以它导致我们要讲到的 刚才讲的这些 其实拱仍然没有任何纪念性的意义 对吧 它只是功能性的 你要提供跨度 你要干活找它 但是如果要露脸的话 能没它最好就没有它 它第一次进入登堂入室 一定是在门上 因为在这一刻 罗马人真正见过 这个拱券哈 在比较显要的位置 只能是在门上 所以凯旋门 在这个时候是真的 独一无二的 属于罗马人的建筑形式 虽然凯旋门的这个形式 在古希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了解的最伟大的凯旋门 都是罗马 而且是帝政时期以后的 这有一个什么差别呢 为什么会是门 是在于大赵神庙 是用来拜神的 那么凯撒 大家知道哈 埃及艳后的故事 那么乌纳维一旦做了奥古斯都 他建立了帝制 这个时候和共和制最大的差别是 一位在古罗马就会 一直有一位被认为最伟大的英雄 作为他们的统治者 这个英雄一定会是他们 最多纪念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面神庙开始不那么适用 那么罗马人跟希腊人最大的差别 和文化上的差别 他们是以军事立国的 所以他们几乎前几代的这个军王全都是 就是文韬有没有 另说哈 这个武功都是盖世的 所以在这里面 凯旋门作为一个军事要塞的入口 大家知道军事要塞 你大规模的部队要过 然后你的这个战车哈 吉仰都要从这儿过的时候 你势必须要大跨度对吧 那当出入这个门的时候 我们知道其实中国人也是这样的 所有的就是黄城九门对吧 德胜门啊 西之门啊 东之门啊 那个永定门等等这些 它都会是一个礼仪性非常强的 这个是一个人类当建成 人类有建成史的时候 是不管东西方文化都非常重视城门的 那么所以它会成为第一个要求跨度的纪念性要素 所以拱圈第一次成为纪念性的核心 就会出现在凯旋门里 但在这里我们仍然能看到大量的 在这儿哈 如果只有这个东西 它一定是不满意的 对吧 就那个时候古罗马都是喜欢古希腊的 所以它一定会放点注视上来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它的柱头 琴瓦柱头看起来是科研斯的 那我们知道如果在古希腊时代 很严肃地讨论这事的时候 应该是用多利克的 对吧 但是它们俩最大的差别在哪 是在柱头的花吗 是在比利 多利克的注视的比例是 1比6到1比7之间 它会非常的粗 但克林斯的注视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细 1比9 那在这里面当配克林斯注视的时候 这个门洞从比例上会显得更加凶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在这儿不只是拱劝的登堂入室 同时还有古希腊要素开始退居 第二个 这是塞维鲁的凯旋门 而且是越盖越大的 然后在这儿我们发现 其实很多装饰要素开始变得 不那么反映结构逻辑 比如在这儿 我们看 罗马人特别喜欢齿形烟口 但这个在希腊人那儿 是埃奥尼 是结构的 但这些帝王过去都是将军出身 都是带兵打仗的 你说用埃奥尼 其实想起来有点不对 但是他们并不在乎这个 我们发现它其实最重要的东西 已经让我们很清楚了 当然规模最大的 这个就是最有名的 还是军事开军开旋的 21米高 这个高度和之前我们第一章讲过的 这个齐库拉斯特 就是山岳台啊 县村遗址的高度是一样的 可能可以想象一下 它究竟是一个多大个的经验 七层楼 这东西来自哪儿 就来自于药塞 但是其实一直到 其实一直到19世纪 人类的这个药塞 仍然不被作为 是 都没有被作为建筑学的核心内容讨论 通常讨论药塞 都是用来讨论功能和结构模式的 但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恰恰是罗马人 我们知道从输水区到军事药塞 它都是纯功能性的 防御性的建筑要素 但恰恰新的建筑形式 新的美学会从这儿出来 所以由此我们也应该开始理解 现代主义以来 为什么第一代的大师 都在拼命地强调功能 尽管他们建立的是美学 基于深厚的文化和历史的功底 而不是标新利益 独树一帜的所谓创新军事 那么一直到 到了19世纪 巴黎的凯天文 仍然在相同的形式下做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个时代 显然 罗马人的建筑美学 已经达到了巅峰的位置 他不需要再借助希腊式的 这个要素来彰显他的美学价值 那么就是 当然 罗马的先前是看不到这一天了 但是我们看到的 一直到19世纪 罗马的建筑要素开始被作为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 这也是近两千年之后 西方人仍然在做相同的事 那么我们没法说凯旋门是建筑 当然它广义上来讲是建筑 但是狭义地讲它应该算构筑 因为它不是一个给人提供庇护的 不是一个空间性质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它更像一个纪念碑 它跟谁更像 它更像古埃及的金字塔 那么它真正开始成为比较完整的 开始有体系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其实是从罗马人的竞技场 大家知道这也出于 就是罗马在共和时代开始就有的 它的市民制 实际上罗马的这个 就是它的市民制度 它的城市制度 其实是 就比起古希腊的 其实是有国之无不及的 那么它会有大把闲人 城市 因为你不用种地了 开始有了有闲阶层 那么这个阶层整天 在罗马人主要就是这么几件事 一个是泡澡 对吧 然后再一个就是去看决斗 那么所以竞技场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么在竞技场里面 就是其实古希腊的时候也有竞技场 对吧 就是上节我讲了奥林匹克运动会 为什么四年一届 希腊人的竞技场 我们其实有兴趣回去看一下历史地图 就是 不是历史地图 是教科书上的图 就是古希腊的 在他们的遗址上的这个竞技场 通常都是半圆形的 就它不只是 就是用来竞技 很多时候它其实是用来观演的 那么 作为半圆形的剧场 那实际上就是就是罗马人开始在在观看决斗的时候 它其实并不是自己过去参与 所以它跟体育场还不那么像 它的前瞻其实其实来自于剧场 也就是它办事 现在我们用这个观演大庭仍然是一个扇形对吧 很少有环艺圈的 就是当然也有去体育场开演唱会的 还是另一个圈 那么在罗马人的时代 然后希腊人还有一个 它为什么呢 它通常会找地势 先天就有这个坡度的地方 然后把这个看台沿着这个地势的坡度做 这样它只要风起一面来就可以了 但是 古罗马的这个竞技场 它是站在城市中间的 它没有机会借助这个 当然我不能说它是没有机会 但在这个时候它已经可以完全不用借助了 所以罗马竞技场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圆形竞技场 它起根上 这个方案其实没怎么做 它就是把两个古希腊式的这个 就是观演场 对在一块变成一个圆形的 就把两个半圆的对称一个圆形的 所以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圆形竞技场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学术的 在区分古罗马和希腊的 不只是时间上 区分它从形质上的差别的 那直接带来一问题 如果你不建在坡地上的话 但是你需要通过建筑技术 结构技术提供这个先天的坡度 对吧 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 罗马人开始 渐渐地越来越 越会用他们的拱圈技术 在这里 在这用拱实在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 而且这个从空间模式上 现在的体育场 无非就是这个对吧 你说它从空间上 还是从结构上 究竟有多大的这个进展 我也很难说 那在这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它仍然是 有一个非常戏人的状况 我们已经看到了 是拱圈 在这它完全有机会 这枝一横梁把他给填上去吧 他没有这么干 在这儿拱圈 除了在凯旋园以外 真的开始进入一个城市中心的 纪念性建筑 作为一个最主要的要素 在组织这个建筑的 我们今天叫做立面啊 在构成它的外观形式 当然在这里面 我们仍然能看到住室啊 但是谁能说出来 竞技场究竟是一个多黎克式的 还是艾尔尼式的 还是柯林斯式的 对吧 我们看它一层结一个 总有一块适合你 但是其实没有多黎克式的 那么介绍看 就在这儿我们能不能看到 就是他们的混凝土技术 其实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 就是实际上通常来讲 如果是气块的话 如果是这么倒塌的话 它悬条的部分 应该是会塌下来的 但在这儿我们看 它其实都会保留了 这个结构 其实非常强 但在这儿我们仍然看到了 它气柱的这个工艺 你仍然保留了表面蒙灰的 所以现在很多电影排的 就是仍然是在破破烂烂 那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抹得整整齐齐的 然后凋梁画动 对吧 就是画成各种彩绘的色彩 当然一定是那样 它不会说这样 对吧 就是过去 现在人也不爱乎乱维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我们对古罗马 已经有一个这样的认识 所以你不这么排 反而不太像 然后在这儿我们看 它在拱劝两边 加上了注释 表达了一件事 是古罗马的建筑的美学 它的建筑学 得自古希腊建立的遗传 那么第二件事 我们可以看到 它属于它本土自身的特征 开始作为一个核心要素 那两边各有的注释站岗 这种方式 后来有一个名字 叫做券注释 券指着拱券 然后两边会有注释 那么它 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杂柔的方式 它已经是属于一个 纯古罗马的方式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特别逗的事 其实每一个竞技场的开尖 它无非就是一个凯旋门 它其实是把一堆凯旋门 给串起来了 以及我们讲文艺复兴的时候 会讲到的帕拉蒂奥姆提是什么 帕拉蒂奥姆提其实就是一个 凯旋门的单元 这事儿也 其实原本叫帕拉蒂奥姆提 它不是帕拉蒂奥发明的 传说是拉斐尔 拉斐尔其实也没有发明这事儿 拉斐尔整天在罗马待着 他没见过这个吧 接下来讲讲注释 这个不是多利克 它跟多利克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呀 它没有刀锋一样的 纵向的纹理 这种注释叫做塔斯干 是古罗马建筑留下来的 一个符号性最强的时代 叫做塔斯干注释 因为我们知道古希腊的这个 如果说古希腊的建筑是 是西方建筑史上的第一位王者 那么它有三个权杖 是多利克 艾尔尔和柯林斯 对吧 在后面我看到一直到文艺复兴 只要某一个时代或者地域 他们认为自己 或者希望成为一个 这个时代最伟大的 可以比肩古希腊建筑的时代的时候 他们都会希望折腾出一种注释来 续近这个 像家谱一样 这个真的像家谱一样的 所以罗马人非常明白这事 他就发明了一种注释 其实这个注释跟多利克注释 本质上没有差别 它的这个比例仍然是1比6到1比7的 然后从柱头上也是一样 是圆形为什么呀 大家理解它 为什么罗马人会用多利克注释为基础吗 只是因为它在希腊的形质更高吗 是因为它的绝对正面性 对吧 这根柱子怎么转在什么角度 它都是正面的 所以它适合做最有纪念性的 最伟大的建筑 所以他们用这个 它只是去掉了它注释的雕饰 所以这么看起来 就是我们会发现 它真的差别度是特别的大 但重要的是 罗马人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一种注释 可以比肩苦去拉 它叫塔斯干 塔斯干这个词从哪来呢 叫做托斯卡纳 同源的词是伊特鲁里亚 你去掉哪个伊 这个说的是哪呢 就是亚平宁半岛一带 实际上是意大利 罗马附近的这块地区 叫做伊特鲁里亚 所以从人类学 就是通常来讲 它不讲意大利 它会讲伊特鲁里亚文化 那么它是一个用自身命名的 那在这里我们再注意一点 在古希腊的时候 我们知道柱子是用来代表什么的 奴隶 对吧 它是干粗活重活的 用来一个被压榨的 它本身并不神圣 这个比例才神圣 到古罗马的时候 有一个微妙的变化 古希腊人是绝不会用自己 来命名注释的 对吧 因为代表这个是对自己的不尊敬 对自己其实是在欺负自己 对吧 但是这是文化奇妙的变迁 到了古罗马的时候 他们特别兴高采烈的 用自己的名字 就是命名了这种注释 以及到后来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这种事 最后一讲 纷争时代 我还会讲 最纷争的时代 是所有的民族都希望有一种自己的注释 然后但是 竞技场真的是很好 它作为史学研究也特别好 我做的不是史学研究 我给大家讲的是一些很科普的 充满了错误的东西 那么这东西好在哪呢 它有一面所有的这个劝注释 注释都脱落了 就剩下劝了 当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 我突然发现 这竞技场其实它跟这个东西 它不是好像 它简直就是这个东西 对吧 它唯一的区别就是 它挂了一堆注释 对吧 然后在这之外 我们发现竞技场 它起格上其实什么呀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输水区卷了一圈 卷成圆的 对在那对吧 稍微按照现在比较俗气的话说 稍微做了做立面 这活你教我 这是竞技场里面 当然你们可能看不到任何书上 除非哪天我出书了 说这事 就是这个不是我看到的 这个不是历史论断 也不是任何史学大家的这个说法 或者有史学家说了 我没有看到 如果真有人说了 我会更踏实 现在我只能告诉你 这事是我猜的 看见这些东西 只是 胡想了一下 但是有很多事 你们要注意我说的但是 这是竞技场里面 然后它里面其实就是过去是有升降装置的 然后有很多可以肺炎啊什么的 然后 它还有一个功能 传说 因为竞技场所处的位置是在罗马虫里面最低的一个位置 原来竞技场的这个原址原来是一片湖 后来把这个湖水都抽干净了以后盖了这个东西 据说在竞技场的时代是可以把这个水区里面水放出来 淹没到大概这个标高在里面演练海战啊 这个是史学家说的 这不是我下概的 一旦你要演练海战 意味着你的结构必须要怎么样 是耐水的 这个东西它是干嘛的 它就是要穿过河流的 我没说这个就是这个 如果你们从里面想到了什么问题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建筑师手稿里面的一段话 其实在做这个 其实不是研究啊 在我准备这个PPT的时候 所谓教学相长 虽然每次都是我在讲 但是我相信每一轮讲 我得到的每次会比大家更多一些 最让我开心的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使我开始渐渐地理解罗马人的建筑演变 那么其实到这儿我有点激动啊 所以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大决斗场成如其名 它不仅仅是勇士与勇士之间的决斗 也是古希腊传统与古罗马精神之间的一场决斗 在这里 雅典剧场 罗马混凝土 古希腊著世 及罗马的拱券 厮杀在了一处 最终难分彼此 尽管建筑不是竞技 我们很难裁判最终谁取得了胜利 但是 我们还是清楚地看到 在这场决斗之后 古罗马的建筑师终于可以告别对强大的希腊传统的臣服 昂首挺轻地去走他们自己的建筑之路 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看到 一个原原本本的 不属于任何其他时代 古罗马建筑出现 那么 如果提到古罗马 如果让我把我知道的古罗马建筑都删掉 只留一个代表它的话 我曾经做过简单的决则 后来我发现 我可能会删掉竞技场 留下的应该是万神庙 万神庙是哈德良时期的 我认为它代表古罗马最伟大的建筑成就 当然如果我们看它的山门的话 完全不能理解它的成就在哪儿 仍然是一三角形的山花 然后不知是啥的克里斯柱头的这个柱室 那有八根柱子比例什么还好 然后我们看到取行眼口 等等等等 那它作为万神庙 在这我们看不到任何东西 意味着 对吧 当然它的工艺其实 在古罗马时代已经非常的精细了 但仍然在这我们看不到任何古罗马的痕迹 是因为万神庙所有要干的事并不在外面 而是在它内部 万神庙里面就这样 每次讲到这我都不太想讲 我老是觉得赞美就好了 当然会有很多去过的人 回来抱怨说这个体量远远比它想象的要小很多 因为有很多人在这把它夸大了 导致我虽然没有钱出国 也觉得不是什么大的损失 我讲的东西我都没去过 我这说清楚了 想走的朋友可以走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到现在也没有得到答案 大家有幸运可以去 它中间掏了一栋我就特别好 不但能采光 其实因为特别重要 你待在这里面 你完全知道现在应该大概是几点了 对吧 但是有一件事 因为它掏了个洞 我很想知道 下大雨的时候 它水从哪排出去 这是一个做建筑师应该有的敏感和焦虑 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我特别想知道 因为那就意味着 有一天 当我做一个大厅的时候 只要我的铺地合适 我敢把它打开 然后我还可以让人不知道它从哪排出去 然后它还能排出去 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解开这个疑惑 如果有同学解开了以后 欢迎联系我 我PP后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万事庙的平面大概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前面就是这个前楼 其实这个 所以它这个门脸一点不重要 对吧 是一个非常希腊式门脸 但它到什么时候会变得特别重要 它到文艺复兴我讲帕拉调的时候 会开始变得重要 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 它其实是一个圆形和平面 在之前我们很少见到 对吧 那么它里面会有若干和神龛 以及它外面也会泡龛 这是干嘛用的呢 其实道理挺简单的 就是它的跨度 这个穹顶的跨度 达到 43.2米 这个跨度一直到 19世纪末 刚才的大量生产 以及大跨度的桥梁 桥 才被突破 在到19世纪以前 以及万事庙出现之后的这段时间 只有波罗乃列斯基的 弗伦萨主教堂的这个穹顶 平了这个跨度记录 所以它保持这个记录 保持了 1700多年 那么 40多米的跨度 它要搭在一堵墙上 这个墙需要非常的厚 但一旦墙厚了 它会非常的 耗费材料 那么它耗费材料只是经济问题 从这个结构问题上来讲 这个结构的自重会非常的大 所以它偷这些看案 其实是要在保证这个墙的 厚度的前提下 尽可能的减轻它的自重 那这样我们看到 那西方学者特别感人的事是 他们会非常细致地去推敲这些东西 我们看到几个特征 一个是它 它其实底层是一个圆柱的桶 对吧 上面是一个半球 然后这个半球 注意这 它其实起根是从这儿起的 大家知道 但其实我们从里面会觉得 它是从这儿就开始了这个半球 所以意味着什么 它的结构 其实跟它的表现并不诚实 但换句话说 诚实真的不是建筑师的美德 对吧 但是现在真的有很多建筑师会说 哇 你的结构 你的建筑形式并不反映 你的结构的样子 你不诚实 下作 但是很少有人留签变魔术 有人冲上来说 哇 你这都是假的 你这个 对吧 把我们都交坏了 就是现在只有建筑师才会发出这种古怪的声音 就是说 哇 你这个不是真的 我打动你就完了 对吧 这个真假 很多真的东西都毫无价值 对吧 我现在蹲这儿拉一包屎 它也是真的 你们就都走了 对吧 就是 这段可以掐了 我发现上次因为架一个摄像机 还有点紧张 特别快讲完了 我发现好像有点习惯这个状况 人家穷顶本身 当然我也没直接见到研究在讲这个洞和采光这件事啊 是因为就是我现在手头能有的很多资料都是英文 我英文特别道高 所以没办法 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个会让日光进来 这个是不管东西方神学一个非常重要的 前面我们讲了哈 就是天文立法辩方正位 确定实践 但有一件事我们想明白是 它其实它这个分了二十八格 这二十八格当然它有类的作用啊 我们知道就是它它纵向的类会交于一点啊 这是孔结构的这个本分 然后它水红向的类是干什么呢 我们知道 其实这么大一个后面我们渐渐会看到啊 这43米多的这个跨度 但其实它会非常的大 它一个人越往上面 其实就越危险对吧 那我们奔详也知道 一定是越往上面 我希望它越轻的 越往下面越重 这个结构才越好 这个练杂技的人最知道 迭罗汉拿大井啊 很少说底下是一个小女孩 上面 对吧 然后最上面占一胖子 但如果这样表现性应该挺强的 一般都是底下是一群大宝 然后越往上面越瘦 上面是一小女孩在上面跳舞对吧 所以 建筑里这都是人之常情 作为建筑师 你只能用人之常情 来做出打动人的不可思议之事 但你千万不要指望着 这个世界因为你会不可思议啊 这个世界只会因为你的工作 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所以在这儿能做的特别理性的事啊 你要真说 他现在也违反建筑的纯粹性 它最底下垒墙 那是石灰华密度最大 强度最高 对吧 然后再往上面就就就就就开始 知道就石灰华会宁灰岩了 就开始混气了 以降低它整层的这个平均的密度 然后再往上面是宁灰岩 这个等级数非常明确对吧 然后是宁灰岩和空心砖 再往上面然后是黄色的宁灰岩和浮石 到最顶层的时候 然后在下边 它在起拱的位置 这个墙后有6米 当起到这儿的时候只剩1米5 所以不管从这个密度上 还是从尺度上 它都是越来越小的 它才能保障这个 所以不是说我们做一方案 说对吧 提一方案说 我要做一个43.2米的拱 然后对吧 兄弟问你 诶 张东东这事怎么做啊 我不能抽他一嘴巴 说古罗马人都会 你不会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做这事 你起码得知道 古罗马人是怎么做的 那尽管我知道 古罗马人怎么做的 现在我仍然不会干这事 现在人真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 我不大像个现代人 非常落伍 所以在这里面 混凝土技术 为什么到这儿 就波斯人 做拱结构 做了那么多年 却到罗马人那儿 才真的把这个跨度 做到这么大 待会儿会讲到 PT有点排乱了 不好意思 明年我会改过来 是因为混凝土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万神庙 我们知道 它有一个大桶 对吧 但那个桶 我原来一直不知道这事 它其实从结构上 并没有一个桶 它整个结构 就只有一种 结构逻辑 就是拱 真正被封实的地方 都是填充的 它整个结构 就是由无数个拱圈 拱圈落拱圈的 雷起来 这样有一什么好处 我们知道 拱是有侧推力的 刚才讲到 一个办法是 从底下把它拴上 这后来康用了 但是 拱圈上要求你 这个材料 抗拉要非常的好 但是欧洲人 那时候除了木材 没有找到 多够抗拉 多够好的东西 所以他 他走不了这条路 不是因为 比罗马人更聪明 是因为 那时候有了钢筋 混凝土结构 钢筋抗拉 是非常棒的 它没有钢筋 所以只能 从两边顶上 这个时候 你发现 一个原筒式的结构 最好的是什么 拱有侧推力 旁边两个拱的侧推力 就抵消了 我的侧的侧推力 所以这个时候 你排成一个片 是不行的 你必须得 还成一个环 但你一旦 还成一个环了 这事就会解决了 侧推力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拱结构 它本身的 这个强大之处 那整个 虽然非常高大的结构 反正它没有构造柱 对吧 它中间 只是填充 然后我们再去看看 康那个 也没有构造柱 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先进的科学技术 说这个话总是咬牙切尸 对吧 这是一个 我也不知道 有些同学可以做一做 这个视频 你真照这个做了 把它裁一下 就可以呼上去 所以我们发现 整个万神庙 它其实就是由 大大小小的拱 做成的 这是另外一个原因 我为什么觉得万神庙 代表古罗马最高级的 最高的建筑成就 就是在于 它用了纯粹属于古罗马的 这个建筑结构的要素 它缔造了无数种 美学标签 包括它在起拱的地方 我们看到 它有线角 就是 从这开始 我们以为它已经开始起拱了 其实上面还是墙的 对吧 你真的剥开一片 看看里面事情的真相 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要想做一个建筑师 一定要知道 你喜欢的房间是怎么盖出来的 所以你真的 很多时候修完了以后 它就帮不了你了 恰恰是它卸了妆以后 我们看啊 这些东西 它跟这个 甚至是对不上了 你知道 这个 所有的东西都不会被放过了 伟大的建筑师 这个 这个 已经很厚了 大概十七 十七世纪的时候 是我最喜欢的 后面我会讲的这个 叫神圣果实部教堂 是我最喜欢的巴罗克大师 叫做瓜里尼 他做的这个 是怎么回事 他的这个穹顶 就是拱 踩着拱 而且它这里最狠的一点 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 拱结构除了两面 有侧推力 它拱心石的位置 其实是最重要的 拱心石的位置 受压越大 它整个拱的这个刚度啊 强度都越好 所以在这里 它像砌砖一样的 砌这些拱 所以因为 你侧推力不是问题吗 对吧 拱角里面下来的贺载 就踩在下一个拱心石上 下一个拱心石 恰恰需要这些贺载 加强自己的结构强度 所以拱落拢 最后露出这么一个结构 然后我们看 便从外来会 所以它这个穹顶啊 不但结构形式比较有趣 它还可以像鳞片一样的开动 里面是这样的 这个我讲到第七讲的时候 我会专门讲这个 再回到乌罗马的拱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但你记不记得 我前面放门洞的时候 见到大量这种 底下一个门洞 上面一个拱圈啊 它那个东西是装饰的吗 我不知道啊 你自己想 所以翻来覆去 就只是这点东西 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包括前面我们讲到的 那包括前面我们讲到的 貌似是非常古希腊的这个 这个门廊对吧 这个山花 当然从这儿骨 有几条船子和铺啊 都没问题 你看它里边其实是怎么样 它只不过是一个古罗马的壮士 批了一个古希腊的长袍而已啊 所以建筑师应该就是 我们学习建筑师啊 其实那些严格啊 通识 我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重要 但是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讲 最重要的是 不管什么样的房子 你敢说啊 就是穿上马甲 我也认识你 你看里面都是 都是拱的 所以它整个古希腊的 貌似古希腊的外观 是由拱结构催动出来的 但是这事儿 其实也不是罗马人的独创 我们知道古希腊人 貌似像木结构一样逻辑 也是用大理石的这个 装饰逻辑 催动出来的 讲讲它的几何形式啊 哇 这个东西 我觉得用在这儿 实在是太妙了 不只是因为 它整个内部空间 能放下一个球 完整的球 刚刚好 为什么要放一球啊 球这个东西 在中国是骂人话的吧 但是在西方 是一个特别牛的东西 它没有方向 绝对正面性 在万神庙里 它得天独厚的 这个优势在哪儿 我们知道万神庙叫什么 它叫万神庙啊 一般的庙供一个对吧 像中国有什么三清贯啊 供三个就已经 你就要通过 强大的史学和宗教的知识 来选择把谁放在中间 对吧 罗马人给自己找了一麻烦 他要盖一万什么呀 这一桌神仙 你换一个形状 你真不知道该怎么摆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理解 有一种 就是代表民主 和平 能友善又高效地解决问题的 有一种会议叫什么样 圆桌会议 但是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有一些什么军政的 尤其就是会有那一个长桌 对吧 然后就就是两边坐两排 帽子都放在这 一定元首是在那个头上的 对吧 他不管这个加菜可能费劲点 但是这个空间逻辑 实际上已经告诉你 就是他甚至个儿不用太大 对吧 不用长得最帅 他就算不挂军阶 那个位置一定是元首 对吧 所以我们知道 一旦这个东西 他这空间稍微有点特征的话 这些神明恐怕就不消停了 所以他一定要放一个球 以及一系列的几何控制 那在这我们看到 古希腊的美学传承 有机会我在讲 一出现下的时候 我会专门讲 这个神秘术论 以及这个几何比例的体系 那么我们看看这些水平像的类 它究竟干嘛的 就是我曾经 有一次在讲万事庙的时候 突然就把自己吓到我 我意识到有什么问题 我之前没想过 我刚讲完拱结构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拱心石对吧 拱心石受到的这个赫载越大 这个拱的这个强度就越高 就是有一回我忘了什么场合 我在讲这个的时候 就是在北京的时候 我突然注意到 这没有拱心石 然后就赶紧 赶紧把这些放过去了 就说点别的 后来回去 想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没有讲错 这个是有拱心石 拱心石是什么 拱心石是这个环 因为它不必要是一个石心 当然这个得罪于什么呀 这古希腊还是一定做不到的吧 它一定是混凝土技术出现了以后 你才有可能有一个环状的 又有足够强度的东西待在这 但它为什么要留一个会儿 只是要放光进来吗 一步一步讲 其实并不复杂 那事儿有点多 然后我们看到一会儿一会儿 里面又会掏洞对吧 它掏这是为什么呀 也很简单是吧 它掏这是为什么呀 让它轻一点对吧 减轻自重 你知道它使得那么大劲 就是用不同的食材气这东西 然后结果抹完灰这东西倒了 那实在是太亏了 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这个 这是古罗马最大的巴西利卡 我们看到它一定是会干相同的事儿的 一定会尽可能的减小它拱的自重 但另一方面它为什么不全都把它打薄了 打薄了没强度了对吧 这跟放风筝是一样的 你必须起码得有一个骨 尽管它很细对吧 在风筝才能兜风 虽然它很薄你放一张纸试试 那我们前面讲到它在这儿掏空 是为了减轻自重 节约材料 那其实在这儿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点这儿神龛 那它外面也会有一堆这个东西 它是干嘛的 减轻自重 但是它能提供六米之大的 这个强体厚度 我们看这里面全是对吧 只是在这儿不把它挥挥挥进去了 因为原本这儿也不是用来进人的 接下来要讲的是 为什么会有这一个洞啊 它跟它的织膜有关 一个我们知道 作为建筑师我们要知道这个结构为什么会成立啊 但我们讨论一个结构成不成立 是在这个结构已经完成了讨论的成不成立 但在这个结构完成的过程中 我们知道在一个拱在它搭建的时候 直到你把拱心石放上去那一刻之前 这个拱两边那时候它不叫拱圈 叫玄条 那么做窗洞窗圈的时候 大家如果去过农村的工地 都会知道它会搭一个木头板 把它底下先给垫上 然后你在系那个东西 等它强度实现 再撤那个膜 这个叫织膜 所以即便我们认为 四十多米的在那个时候 建起来是没问题的 在过程中呢 对吧 你这个气控 你起到这儿的时候 这儿还没有的时候 它是悬着的 这东西它该怎么成立啊 这是一个比四十多米跨度 更可怕的事 这个施工过程 所以就会有很多学者 以及工程技术学家 研究古罗马的这个施工过程 有一种说法 就是用木结构 做这种像行架结构一样的 做这个拱桥 现在搭一座桥 这个其实这个动静已经非常小 还记得我讲古希腊吗 为盖一金字塔 外面堆着土 这个土方量远远大于金字塔 然后盖完以后再把土给扫走 这个东西 但是我一直有点存疑是 欧洲其实一直没有 当然现在人可以这么想 但欧洲其实一直没有这么好的 木结构技术 所以换句话 他有本事做这个 他还做不做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而且他没有解释 因为这个做法是现在还原出来的 到我讲梅艺复兴上的时候 我会讲到波鲁乃列斯基 做佛罗伦萨主教堂的穹顶 如果这个技术当时是成熟的 那个穹顶不会在那放了二百年没人干 我当时在讲啊 好玩极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比较像的是 只是我觉得 基于这个狭隘的个人判断 它在里面又弃了一个桶 只是向上的 这样的话意味着什么 就是我只需要解决这个跨度 和这个里面能不能支撑的事 当然这个应该画的比较高一点 对吧 它要起孔 是这么搭起来的 但是这个 它仍然没有解决 它如何支撑这个问题 混凝土 所以我们回来看这个 它一圈一圈干嘛的 这个东西现在是有的 叫做圈梁 在那个时候 那这个圈梁比现在圈梁 还应该叫圈梁啊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当你把这个桶做到这的时候 你交一个实心的 这个整个有硬度的圈梁以后 因为它像一个孤一样 把它孤住 它尽管没有封顶 这一段也是成立的 对吧 接下来你再做下一段 然后你再用一个圈两环 它给圈起来 它还是成立的 对吧 所以 从施工的角度上 因为有了混凝土技术 所以罗马人才可以 一圈一圈的来施工这个大圈梁 这个是我理解的 为什么波斯人 那么早就有了这种技术 但是罗马人 把这个跨度达到了 这个跨度 那当你一圈一圈 当做到这的时候 你还有必要放这个 所以一旦你理解这一圈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一圈 其实是一个特别顺理成章的事 而不是一个标新的意义 读书一致的设计 理解了吧 从外面看是这样的 附的是 就是过去说 据阿尔卫迪说是铅皮 然后这东西 这个特别好吧 欧洲人很讨厌这个 但中国人会把这个放在乌鸡上 但这个完全跟这个 就是低碳生碳没有关系 中国人喜欢它 是因为中国人用的是瓦 流利瓦 耐腐蚀性特别好 欧洲人为什么讨厌 欧洲人过去是金属屋顶 他说鸟粪啊 是酸性的 腐蚀性非常强 所以多了以后 这儿就要漏水了 所以据说在万事庙 就是在使用的时候 它四周是有 是有几根非常高的 这个柱子的 柱子之间拉上线 挂了很多铃铛 风一吹铃铛就想 是为了什么 把鸟吓走 不让它往这上面拉屎 所以中国就是很自然的 会把停的鸟 就直接就放在几兽 对吧 对吧 西方人就是他 很少这么干 是一个技术识别人 那一直到 还是康很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康 其实我知道 因为我喜欢康 我只是解释 你们会奇怪 为什么这么多康 就是他做的 这个菲射尔住宅里面 仍然是小住宅 你们去看阿尔瓦 阿尔托的小住宅 基本上还都是 鲜皮的或者心皮的 这个无面 实际上 这个时候肯定是有瓦了 对吧 但中国老农都知道用瓦 但是在西方的大市 仍然是用金属物理 文化 这是文化很奇妙的地方 那你看万神庙 再看这个 你理解这个住廊 以及这个的关系吧 后面还会看到 那实际上 包括万神庙 他掏堪 一个非常厚的墙 那么在 他无非是盖了一个万神庙 就只是你掏神堪的地方 我掏几个房间来住人 接下来讲一讲 前面两个是名作 接下来讲一讲 古罗马的技术史上的 传承性的贡献 是巴西利卡 我们更多看到巴西利卡 其实很多时候是在 哥特建筑 最早在罗马 但其实巴西利卡 作为一种空间形式 在古希腊的时候就有了 这叫法诺的巴西利卡 这张图来自于 维特鲁威的建筑之书 最早巴西利卡是横着用的 它代表一种空间形式 最早就巴西利卡的本意 在这个希腊文里 叫做王者之厅 它最早用来表达的是 一种建筑的功能和级别 大家可以看到 建设有个大厅 人都在这排队 其实过去的这个 相当于市政了 公务员办公的这个 办公厅 然后到这个位置 是这个大法官 这个执政官 会在这审案的 等等的 后面我们看到教堂 最后就渐渐地成为这个 然后那么渐渐地 它会开始变成市场 作为市场也特别合理 就是说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上场也是这样的 对吧 不是摊位吗 对吧 然后中间是逛街的地方 是大厅 现在上场也无非是这样的 然后在这儿什么呢 公平秤 所以现在大家理解 为什么在西方法院前面 要放一个公平秤 放一个天平 实际上在他们非常早的文化里面 就是市场和这个 就是仲裁跟法律 就已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了 用的是同一种空间的形式 但是我国很少人干 那么巴西利卡 其实在古罗马时代 是一个非常 就是最常见的空间形式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几乎所有的大厅 就大规模的建筑 基本都是以巴西利卡的 它几圈柱廊没关系 它基本的空间模式 会有一个中心 比较开场 然后四圈会有柱廊 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 它会在结构上定型的 就前面我说了 巴西利卡有双重含义 一重是它作为空间形态的 那么现在我们讨论巴西利卡 更多的是讨论它的结构国际 就还是这个龚的话 整个古罗马的这个建筑 基本都离不开这个 这个是我现在能找到的 解释龚结构 最清晰的一张分析图吧 这个漫画叫找死的兔子 但是这群特别懂建筑的兔子 它没往它压去了 它知道要反着顶这个东西 它们才能死掉 这个结构才能崩溃 所以我们看到该有东西都有 一个是龚心石的重要性 这里已经提到了 再有一个侧翠力 所以它知道在这两边 必须得是强 否则的话这个结构是不像的 对吧 所以就这个东西 画得非常专业 那巴西利卡作为结构模式的出现 就来自于建筑师解决侧推力的 前方讲了 它们没有足够好的拉杆 那最早它们一旦起拱的话 它只能怎么办呢 最早是怎么样 我们看到它仍然是 比如外面用整石材器 这不就是祖母托那个做法吗 对吧 就是 对吧 现在那哥们还活着呢 拿了普吉特 那么 我们看到最早 它的做法什么 就是把这墙尽可能地做后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哎呀 我讲中国古代木构 谁听了 这么少 那活该了 我讲过为什么西方的建筑 它长项不开洞啊 中国建筑洞都开在长项 那导致它这边很少开洞 那渐渐地他们发现 因为其实拱哈 它是几个坐下来的位置 那你发现 你不需要整堵墙都这么厚 你只要有一些 对吧 这个其实跟那个天花上挖洞的 道理是一样的 你会发现不必要的地方 我把这厚度抠下去 这样会流出一堆墙朵来 来顶着这个 它其实是用来 整体增加这墙后的 对吧 这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万事庙 对我们看到 基本上只不过它掏神龛 在这掏完圣殿 这东西我们现在叫构造住嘛 对吧 然后渐渐地当这个建筑形式 就是建筑规模 开始需要非常大的时候 这墙要特别厚 然后突然 其实也不是突然有人发现 罗马人渐渐地发现 你整天折腾这个墙 墙还是没有房子结实 对吧 那我在这旁边 给你盖两个房子 顶住你不就完了吗 对吧 我整天掏这个 掏出来 无非也是空间 我给你七两个房子 你难道还不够结实 于是就出现了 最早的 这种 在一个拱的两侧 它会建两个 就是把拱压力朝向中间的 建两个房子 来抵消这个侧推力 然后在这个时候 它突然发现 哎 巴西利卡 于是有个结构上的巴西利卡 然后就是当它非常高的时候 就是这个已经很高了 所以我们知道 一旦你想推出一个东西 你一定是希望把重心降低 对吧 那么 这儿还不够低 它会有多重的这个 这个侧间啊 侧道 所以导致 我们现在看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 巴西利卡通常讨论的是这个 节奏逻辑 就是用抵抗侧推力的 所以我们看 其实它原本就为了把房子带高 但是因为它想把这东西盖出来 它导致了一堆衍生的 派生的形式 而这些形式加起来 形成了一类完整的建筑空间美学 所以到现在还记得我讲古希腊之前讲的 一个东西它是不是美学 完全不取决于 你是不是觉得它好看 它只过是让你觉得它好看而已 那么刚才讲的是那个墙 那么从这个拱顶的角度上来讲 一开始叫筒形拱 它连续的 然后渐渐地发现 你只是一个筒形拱 它只能盖一堆长条的东西 还记得康的金贝尔美术馆吗 当然那结构逻辑完全是相反的 讲康的时候再说 然后他发现 其实是可以把筒形拱交在一起 这样的话结构仍然是足够的强 这个时候它侧面可以开动 但一旦这种相关的结构出现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强度还是显得大 渐渐地由这个衍生出来 我们叫做十字拱 十字拱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但真的到它登峰造极 是在戈特间过了也将近一千年 它这拱 那接下来呢 是讲完这个 接下来我们会发现 渐渐地拱它开始 真正决定这结构的不是一个面 而是如果干条类 叫做拱类 我们讲戈特的时候还会专门讲拱类 下一条 那么在这儿它拱类这个逻辑从哪来呢 造船 那么我们知道 船的这个逻辑 它其实 就是它接受的是 强度是什么呀 是水压对吧 水压无非是把重力倒过来而已 对吧 就是基本上你把摁到水里你会掉上来对吧 就是对于地球重力来讲把你举上去你会掉下去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那在这里面其实造船 造船在人的建筑技术里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一讲我讲晚期哥特的时候会讲到 为什么晚期的英国哥特建筑那么好 就是因为它们有发达的造船面 在这儿你可以看到 因为船通常来讲是木材的 它一定是以感舰为逻辑支撑的 所以这时候感舰逻辑回来了 但它支持的是一个面状 所以实际上把这个船扣过来 它就是一个拱结构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就是高迪 它倒船链 它讨论这个宏领的形状 就是把一个柔性的链给倒过来 决定它的形式 其实这也不是高迪发明的 古罗马的时候人就会用 但并不因为这事不是它发明的 它就不牛 它牛就牛 在数千年来大家都这么做 就只有那么几个人 做得真的是漂亮 所以戴克里仙的圣玛利亚教堂 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有记载的 几乎是最早的一个 带有十字骨 典型意义上的巴西里卡 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结构 其实在古罗马的时代 就已经成型了 当然混凝土结构 就是我应承了会讲两位暴君 我先提一位 叫做图密扇 真正在古罗马时代 把混凝土结构做得登峰造极的人 这你不可以记得记啊 叫做比拉留斯 他就是图密扇的御用建筑师 图密扇是古罗马时代 除了尼陆以外最残暴的君主了 但是他古罗马的结构技术 真的是在图密扇的时期 在他的扶持之下走向殿堂 那我讲另外一个 其实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巨大的 一位建筑艺术赞助人 一个残暴的君主 但他是一个特别好的假暴 暴君尼陆 尼陆是 应该叫克劳迪王朝吧 最后一位君主 实际上 这人如果不当皇帝 应该不错 精通艺术啊 有点像我国送的徽宗 大家知道啊 这都是选错了职业 他酷爱两种艺术 一个是戏剧 一个是建筑 他因为这两门艺术亡了国 当然也做了很多恶事啊 就是对于艺术来讲 就对于这个戏剧来讲 就曾经濒临城下的时候 他在城里召集了一堆妓女啊 就是都伴上 然后出去演了一束戏 他认为戏剧是可以感化一切敌人的 被人打回来了 然后当时真正上的王国是建筑 他建造的 其实在记载里面 在文艺复兴其实都 都广为传颂的 被建筑师认为是神作啊 虽然已经就是很难看到 他的这个当日的辉煌 这是一记名 叫做金宫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一定是 就是贴了非常名贵的打力石材 大家知道 这个这个这个 从 从金字塔的时代啊 就一直流传了这个传统 那么他为了建造他的金宫 他 他 他 干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 不知道是不是他干的 反正就是 罗马就着了一场大火 烧得 七七八八了 他第二天特别高兴 哇 着火了 就是现在你不能拿着我盖子做工件了 对吧 这是一个拆迁手段 对 对当时所有人都怀疑是 是尼路 纵的这把火 但是因为没有证据啊 这事也就算了 尼路特别高兴 就终于有地了 可以盖房了 对吧 到现在为止 仍然着大火啊 就是都是 很多建筑师会窃喜的 比如说 就是 我讲现代主义的第一讲啊 就那个 现主义奠基的时候 美国的建筑的 钢结构建筑的发展 就来自于芝加哥的一场大火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火 是不是杀了你的放 然后第二件事 就是他对这个 就是尼路 据说他整天住在这个工地上 验收 然后每天花钱无数啊 花的国库空虚 然后他没有办法 他一定要盖起这个房子来 这是一个 哇 作为假方来讲啊 然后 就是当时这个税收 已经被他花光了以后 他就开始 他是最早征遗产税的 是因为要盖这个房子 要办公 他不能让他烂卫 一定要在有什么地方盖起来 于是就颁布了遗产税 就是说 所有的贵族 在你死后 一半遗产 要归国家所以 然后继续盖 盖根又不够了 他发现这些大臣 实在是不肯死啊 然后他就开始找人暗杀这些大臣 这还得了 就是一旦这事 大家知道了 一定是反了 对吧 所以就是 就是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你如果是自杀 一种说是被他的近身的 这个宰相 还是世卫的给谋杀了 但总之是内乱 就是元老会不干了 就是组织了 就是官方的起义 就是现在弹劾嘛 那那个时候基本上 就就就就把尼禄给干掉 他的进攻也 也因此啊 没有 就是我不太清楚 就是后来元老会 颁布了一个这个法令 就是 就是叫做 那个文字去除运动啊 名号去除运动 就是要在所有的纪念物上 因为那个时候 几乎整个罗马最伟大的 艺术品纪念物 都打着尼禄的标签 他们要把尼禄 从历史上洗掉 就几乎干掉了尼禄 就是他所署名的 所有的伟大的这个纪念品 所以现在我们看不到吧 但尼禄现在 除了 除了古罗马的 三位最伟大的贤王 凯撒 对吧 乌大为 图拉针 如果再数的话 比较有名的 就数到尼禄了 我们看看原本复原的 这个 是一个 原型的中央大厅 我们要知道 尼禄 建金工的时候 比万十庙早了一万多年 中央大厅 然后周围是 一圈 辅助性的建筑 其实每个建筑 规模都很宏大 在中间形成了一个 非常大的 圆形的 场庭 所以 多数的教科书不会讲的 但我也没这么说 所以 当然是你们在这儿 如果 悟到了什么 是你们自己的事 这个 但是这个 它的血脉传承 实在是太清楚了 以及 原厅别墅 为什么叫原厅 也在这儿 所以我也一度怀疑 原厅别墅 真的是从万神庙来的吗 还是直接 帕拉第奥 就希望造一座 进空 而且 从平面上 我觉得这个 这个结构 我不知道 我找不到词汇 我们看看 在尼禄所近 其他的这个 王宫建筑 都是什么样的 就 全都是巴西 地卡的 组织而已 所以如果真的说 在这个建筑史上 有人 创始了什么东西 讲到现在为止 还真就是他 这位暴君 所以 作为 作为人民 没有人希望 在他的统治之下 但作为建筑师来讲 都希望自己的甲方 是下一个尼禄 讲讲 古罗马时代 最后一位 声名显赫的 但他的声名 并不是在 古罗马时代 就开始显赫 他叫维特鲁威 那么 就是他写了一本 叫做建筑石书的 这个小册子 但这个册子 原本 远远比我们想象的 就是写的这个方式 要古怪 他早年就是在 在凯撒大 就是凯撒大地 但不应该叫大地 因为凯撒的时代 还是共和制 那么 他在凯撒手下 就是 就是修这个城房 和 和高架水局的 前面我们讲了 虽然只是一工程师 但是我们知道 就这两个东西 几乎创生了 古罗马的 建筑美学 然后他退休了 退休以后呢 吴大维的妹妹 叫吴大维亚 颁布了一个法令 就是提高了 这个退休人士 退休公务员的养老金 所以他突然发现 退休以后 他每个月都有一笔 就不少的钱 能养过他 他衣食不愁了以后 闲得很难受 他也不懂别的 就是会盖个房子 他没事就写书 然后写到实卷 然后写不下去了 这本书之后 很少有人知道 一个退休老干部 对吧 写了一本东西 当时好像也没出版 后来是过了 过了大概一千 一千三四百年 被一群后辈发现了 那个时代叫做文艺复兴啊 然后他的书几乎是 整个西方建筑室 不是整个西方建筑 有史以来的第一部 理论著作 而且到现在 应该都是最重要的 理论著作 不是这么写出来 那里面分十书 其实只有四书 是原文文本在讲建筑的 那他会讲到教育 建筑学的发展 会讲材料壁画 供水 日光体系 日轨和水中 机械构造 以力学 大家可以去看看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 国务制的书 那么 这本书真正 真正在 在维特鲁维的建筑师书里面 提出的美学原则 其实是这六本 但是现在我们记得 都是兼顾实用美观 对吧 但其实 那三条并不是 它的核心理论 因为它的第一书 是在建筑教育的第三卷 在建筑学的画分里 提到了这个 而且并没有展开 这是被谁展开的 被二位地 这后面 我讲文艺复兴的时候再讲 真正维特鲁维提出来的 是古希腊美学的 若干个要素词条 这个叫做建筑学要素 我们知道 而且每一条都有 非常精辟的解释 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大家去读一本书 王贵先生义的 克鲁福特写的 叫做建筑理论史 就里面逐条的在解释 而且会讨论这个 希腊的 我们到拉丁文的诸多渊源 维特鲁维提出的另外一个 广为我们所知的 除了坚固实用美以外 就是这个 维特鲁维人叫做 命名就是用它 这个是达芬奇画的 但它提出的是 人类的神庙 伟大的纪念性建筑 应该是用两种 两种形态构成 一种是圆形 因为人的四肢伸展是圆形 一种是正方形 因为人的这个臂展 等于身高 来自于人体 这是它最早 是人类建筑上 几乎最早在理论化的 把人体制度 以建筑美学 建立了 严密的关系的这个起始 那么讲到文艺复兴下的时候 我还会继续讲这 接下来休息五分钟 继续讲拜占庭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讲课的时候 能看到听讲的人 是一个 是一个挺奇怪的事 我 其实原来那状态特别好 就是坐在那个上面 尾缩头 就是不大看得见你 好像心态是不太一样 但好像也有点习惯了 今天我应该是 上一趟我居然两个小时 就讲完了 但是今天我不知道 可能会超值比较久 我尽量比较快的 把后边那种讲完吧 拜占庭 首先 首先什么是拜占庭啊 其实在 拜占庭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称谓 是因为在 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拜占庭 而且就是 通史里甚至都称他做拜占庭帝国啊 但在他所存在的时代 并没有拜占庭的这个官方称谓 他怎么来的呢 大概到公元476年 这是一个 像我前面讲的 是一个通史的 历史事件的断代 因为罗马帝国的疆域实在是太大 那导致就你长期的这个 就这个统治啊 实际上到 到800年左右的这个 这个统治 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他开始 帝国开始渐渐地走向衰落 那同时他的这个组织机构啊 也过于庞大 那么导致就他在在在在四世纪左右的时候 开始频繁地受到周边外族的这个骚扰 尤其是北方啊 日耳曼人 这个待会儿我们讲到罗马峰的时候 会讲到北方的日耳曼人 以及斯拉夫人啊 最主要还是日耳曼人 会经常受到外族的骚扰 而且他因为整个国家的这个体系 系统过于庞大 他很难顾忌 就是众多的政令啊 颁布起来不利 因为大家知道那时候 既没有电话 也没有飞机高铁 就基本上一件事 你要传达下来的话 可能是几个月上年的事 就那个时候整个的这个节奏 其实都不是一种节奏 那当时罗马帝国没有办法 但是他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就是到现在 我仍然认为 很少有 有成时代自己会做这事啊 他在沿亚德里亚海 画了一条直线 就是 就基本上在整个历史上 我们建造的国境线啊 基本上都是这样 对吧 都根据地理啊 什么这个这个 战争啊 就是逐步的逐渐落实的 在围棋里叫收官 逐渐收官 所落实的这个边境线 就只有这个 他自己裁了一刀 从亚德里亚海画了一条直线 西边叫做西罗马 东边叫做东罗马 并且有两位皇帝 分别管理两片罗马 而且这个国家 从理论上是统一的 仍然是罗马帝国 那么是从 476年这个分疆 一疆分治 开始进入了我们通识利民 所说的中世纪 所以过了这页PPT 我们就开始讲中世纪的建筑了 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就当然因为罗马在西罗马 所以就是他 他就真正的首府啊 还是在西罗马 东罗马的首府在军事坦丁堡 也就是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两位皇帝 所以我们知道 过去的东罗马不可能叫拜占领 他们都叫罗马帝国 甚至不乐以分东西 那么因为东罗马 他的就是疆域啊 包括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巴尔弯巴尔岛 就是原来希腊啊 爱秦海的这个范围 所以我们也能知道 从地域上来讲 其实东罗马 他获得以及他可传承的 这个属于希腊的这个文化 是更多的 那么西罗马 他更多的是在古罗马之下 再走 这是其一 第二 因为我们知道这边就是大西洋了 所以基本上 西罗马面对的是北部 日耳曼民族的这个侵扰 那其实现在我们写的日耳曼 当时其实是 是最早打进来的是戈特人 这个我下一条讲戈特建筑会讲 就是现在讲戈特是一个很牛的事 过去是骂人话 其实拜占领也是骂人话 那么东罗马 除了北疆的这个侵扰 他还要抵御 来自于东方的 这个战乱 土耳其人 就是过去 你叫什么突厥 是吧 波斯人 那么就是之前 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 有讲过 其实从古埃及的时代 西亚的军事 工程 数学 哲学 基本上的造诣 都是高于欧洲的 所以它也意味着 东罗马在这个 它貌似不利的这个 这个位置关系里面 它其实有更多的 和西亚的这个交流的机会 当然 交流的主要形式 是战争 就是包括我们下一讲讲戈特的时候 会讲到十字云东征 基本上也都是跑到 现在拜占庭 那么拜占庭的名称是怎么来的呢 是分疆而至 一旦时间长了以后 东西罗马就会出现戈特 就会开始争夺谁 才是罗马帝国的政宗 那么西罗马就给东罗马起了一外号 实际上拜占庭是在希腊 是在过去古希腊版图上的 一个地名的称为 叫做拜占庭 所以西罗马人给东罗马人 起了一堆外号 其中最重要两个外号 一个叫做拜占庭人 一个叫做希腊人 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微妙的 他们在公元前后的 就大概这一二百年的时候 还都如此的向往 古希腊的文化 现在他们已经开始用希腊称为骂人了 那么也意味着 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对于民族自我意识的这个极端 你知道 他马上就要完了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 略有自卑 也 也不无好处 那么 所以实际上 那我们知道 有一种 就是下一章我会讲到 就两种诗字 希腊诗字和拉丁诗字 其实是文艺复兴的时候会讲到 为什么叫做希腊诗字 其实 希腊诗字讲的就是东罗马诗字 或者也可以称它做拜占庭诗字 它并不来自于古希腊 而来自于被冠以希腊称为的东罗马人 那么 拉丁诗字 就是所谓的拉丁 其实是希罗马 因为我们知道 罗马帝国建立的时候 就是拉丁同盟 打的布诺战争 对吧 积累了军事力量 控制了整个的地上海 那么包括拉丁文 就是它成为一个文化体系的传承 那么在希罗马 那么 这个一般说书的叫 花开两朵 各表一支 我先讲东罗马 接下来 罗马风 是在希罗马发展起来 那么 当然 不得不讲 是真正 现在我们通诗里讲的 最强盛的拜占庭帝国 大概在六世纪的时候 过了一百多年 发生了一什么事呢 希罗马 基本上就被 北方的蛮族 给打得分崩离析了 那么在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东罗马 是作为在那个时候 真正还 维持着统一独立的 罗马帝国的实体 而希罗马 基本上只剩下 政府了 但除了政府 那政府什么也管不了 所以 东罗马帝国的这个版图 曾经一度 在六世纪的时候 达到 我们现在看到的 整个环地中海的 版图的状况 就基本上他 或者说 他曾经一度 重新统一了 罗马帝国的疆域 那这个 对于后面 我们会看到他 对他影响最大的 就是他的马赛克意识 那么先不讲马赛克 这个字缘太多了 但是 我大概讲一下这个事 可能还是在这 那么 在 我们之前讲到了 就是罗马帝国之所以 会分开是因为 一族的这个侵略 侵略 带来什么是战争 对 所以其实在 东西罗马面对着 曾经面对同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他在短暂复苏的时候 由战乱 所毁坏的那些纪念性的建筑 他们要开始成建 所以 东西罗马的这个建筑 原本他在起始的时候 都是从废墟里面建起来的 那他带来什么呢 既然是灾后重建 你就不能重新制备这个材料 通常都是就地取材的 在废墟里面去找这些建材 那么 在东罗马的这个状况是 你有可能 一座神庙 十二根柱子 有可能会来自于不同的神庙 他可能有多利克的 有埃尔尼的 有克林斯大 你只要高度都一样 后面我们会看他垫高度 垫得特别好 他就可以被存在一块 但这个其实原本是一个浩劫 但他给东西罗马人都带来一个机会 就是变革 所以我们叫做革命 或者说叫做创新 创新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呀 是创 创什么意思 是毁坏的意思 所以他本身并不代表好 也不代表不好 但他有可能好 首先是因为这个创 是因为蛮族战争的重创 导致他毁掉了原本的建筑 那接下来在重建的时候 他不可能像 像古罗马帝国一样 去那么耐心地去学习古希腊的建筑 那他们自己也没有机会 就是非常耐心地 缓慢地去寻回自己的这个建筑传承 所以在这个时候 因为他开始广泛接受灾后重建的建筑 那么旧有的形式开始变得 没办法那么较真了 那在这个之下 新的建筑形式就会特别容易走进来 那么拜占庭的 我真正掌握的 敢讲的建筑并不多 那其实就是三个 有两个都是蓄水池 一个叫做蓄水池教堂 后来叫做教堂 其实原本就是用来蓄水的 我们现在也知道为什么蓄水 对吧 实际作为城市来讲 就是两个 一个是吃 一个是喝 对吧 用来供养人口 那么蓄水池是 但是在这儿 我们还是能看到它强盛的一面 即便是在一个蓄水池里面 它的这个柱子仍然还是 有柱头的 对吧 雕了一颗林斯 但是这个柱子比例 现在我们看不到 因为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和泥的淤积 其实这个不代表现在的高度 当初的高度比这个要更高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它真的有不同的这个柱子 出现在一个里面 所以因为现在我们仍然能看到 这个其实特别打动我 它实在是像一个教堂 而且它的表现打动我的程度 不亚于任何一个伟大的教堂 应该是排前几位 所以现在的人也给它取了一个 特别有诗意的名字 叫做沉沦的教堂 在水里 你主要的都是这一种 但是你接下来看 柱子各种各样 其实往往 在一个不被关注的地方 建筑师很多时候 你更容易做点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我记得 我在特别年少无知的时候 就是我会特别执着的希望 希望教育我的甲方 就是说 我特别想做这个 我重视这个 你也得重视这个 我还教育你重视这个 开始这些年 我开始也开始带一带学生 我发现想要教会一个好学求知的学生 都是一个很多年要的事 你想教会你的甲方 这不是开玩笑吗 所以现在我从特别年少无知的阶段 进入了还比较年少无知的阶段 我现在所有 就是我所控制的参与的设计 我都会判一件事 当你想干什么的时候 你就整天判着甲方 千万要无视这件事 你千万不要重视 你一旦甲方要重视这事 你就必须要跟他讨论 你要说服他 但一旦他不重视这事 你想怎么着怎么着的时候 这时候我会特别高兴 所以我估计 我们工作室这几年做出来的东西 也许最精彩的都是什么 车库啊 舱房啊 然后再想办法用车库和舱房 去打动后面招我们盖房子 说你想不想把你客厅盖成这样 所以基本上从一个 你整天抓着甲方的领子 要跟他灌输 你想做的事 一直到现在 你会顾左右而言 这都好办啊 我一定帮你解决 然后对吧 就是你会找他最不关注的东西做 在这也是我看 这玩意太开了 这个叫做白眼柱 说这上面 雕了一百多个眼睛 这座柱子就是这样子 对吧 那我不知道 这个茶室丁一大地 怎么想这件事啊 但是他已经没有机会看到 所以建筑师想干就干了 对吧 所以整个西方建筑史上 你也没见这种柱子 出现在哪个神庙的上面啊 但是他真的就在这 还有更好玩的 这我讲的 就是你灾后重建的时候 你用各种柱子 它不一定够高对吧 不来自一个 你可能高度都不一样 你总得想办法 柱子必须得一边高 你知道 所以这个显然 如果你看这个的话 你还可以觉得 我做了一柱子 你看到这个就知道 显然这东西原本不是在这的 对吧 那么其实更有 更有这个 在技术史上更有价值的是 这个叫做一千零一柱蓄水质 当然它也是一个水货 这个看起来就是从表面上没有沉沦的宫殿如此气势磅果 但实际上你真的如果学过结构的话这个东西 我们看上面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十字拱的这个结构 有拱圈 有柱头 这些都没有什么样的 我们看它底下就是这样的 而且现在的地面仍然是因为这个就是河道淤积 就是地平面上升了 原本下边下边这根柱子跟上边这根柱子是一边高的 你得想象一下就开心你 然后还有一件事儿啊 这个东西干嘛的呢 是因为你没有这么大的石头啊 这些石头柱子倒真是整根啊 你一根不够高要两根这个石骨啊 就是用来把这两根柱子给怼到一起 是把它给接上了 这好在现在是这个高度 倒不是两倍高的时候谁敢进来 这个对吧 真的懂结构的 看这个 你会吓死的 你比如石头的 骨灵土这么焦 它这个东西是放进来的 其实这个到现在我也不能理解 这个究竟为什么会成立啊 挺吓人的一个东西 看到而且有的地方你明显能看到它有错峰的 这是为什么 有一个东西叫做标准化 就意味着你不管多高啊 但是我归最高也就这两层啊 对吧 希腊人的叠柱是底下一根粗柱子 然后上面一层厚厚的凉对吧 上面再一层细柱子 哪有这么干的 因为它框架结构体系 对吧 我太 我不知道了 我只能告诉你 这图片是真的 但是我没法告诉你 它为什么会成立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 这是一种我很不喜欢的状态 叫做妙不可言 它很妙 但是我说不出来 它究竟 所以你看 有的地方 它有开列的地方 它还有屋上 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 从这儿我们能看到 当时拜占庭人 其实东罗马人 它所能掌握的高超的建筑结构基础 这是我们在古罗马的时候 见不到的对吧 古罗马最圣人的是那个万神庙的跨度 但在这儿 这个事儿其实非常可怕 这是其一 那另外呢 我们再看看 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马赛克 那马赛克也不是拜占庭的独创 但几乎是在拜占庭人的手里 在整个西方世界 达到灯中造极道 但是实际上 马赛克这个东西 最早是来自于伊斯兰教的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回教 伊斯兰教它是不供奉偶像的 没有人会画这个 真主长个啥样 真主长这样 我们去所有的新疆馆 你看 他们供奉的都是 就这团符号 所以说 但是作为所有的宗教的纪念性 你都需要有一个崇拜的对象 一个课题 那么伊斯兰教 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 导致他们的纪念性建筑 他们的宗教建筑 其实会广泛地使用马赛克 然后来做这件事 那么我们知道拜扇庭 他在整个基督教的主流里面 其实后来分成了三宗 一个是天主教 也就是西洛马的 就是教会的 就是梵蒂冈的 就是所控制的这个教派 一个就是东正教 当然这两个字很说明 一个是东 他在东罗马帝国 正说明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正教 那么再有一个是比较版的 就是叫做英国大工会 那么就是比较通俗教法 叫做新教 那其实不是在这个时间段的 所以实际上东正教 他所研习的教义 更多的来的旧约 我们在旧约里有一个故事 是这个就是摩西跟这个上帝 在西南山上立约 对吧 然后上去以后 犹太人饿得不行啊 就弄了一个牛来祭祀 然后摩西回来的时候 扛着这个圣约柜 就是旧约嘛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不得供奉偶像 摩西当时就毛了 就是施法就把那个偶像给击碎了 然后犹太人继续跟着他走 出埃及以后啊 所以就实际上 这里面一个最大的分体 东正教和西方的天主教 最大的区别就是供奉偶像 与不供奉偶像 我们知道天主教供的都是 十字架上的耶稣啊 那么东正教 就是你没有谁见过 他一个神像戳在他的教堂里 这个非常少见 那么他也不供奉偶像 但是他也就意味着 他和这个伊斯兰世界的人 面临着同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建筑里面表现什么 大家不要忘了 他从疆域上就挨着伊斯兰世界啊 包括后面的石军东征等等的 他戍边守夜 就是为了抵御伊斯兰世界的攻打 那么东征就是为了去打击伊斯兰世界 他整天就跟他们在一块 所以他太清楚 东罗马人太清楚 在这种教义下 我应该做什么 所以实际上这个是我们看伊斯兰的 就是他通过马赛克的拼接 这个马赛克的这个母提来自哪 来自于挂坛 那伊斯兰的西亚的 他们最早是什么 是游牧对吧 游牧的人都是一个帐篷 然后什么东西卷门卷门就走 所以他们的资产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 是你必须得能卷起来拿走 它不像农业文明 你盖在哪 我就不走 对吧 中国农业文明会有大量的祠堂出现 对吧 就是这个有点像是 如果第一讲 上埃及和下埃及的这个差别 那么他们最早 就是纪念性的东西 就是挂坛 这东西可以卷起来 对吧 可以打开挂在墙上 你该败就败 所以他们最早是挂坛 而当他们开始定居 建造大规模的 纪念性建筑的时候 他们贴马赛克 我们会发现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这个东西会特别像 编织的这个挂坛 但如果大家如果 观察过这个编织的话 我们会发现 因为它互相叠加 它最后那个 不管是 就是线啊 还是绳子 编完以后 都是以小方块为单元的 而且它会根据这个线的颜色 会有逻辑的 所以我们发现 这个是伊斯兰世界 会比较大 其实它的整个的逻辑 就跟这个编织啊 一般枕巾啊 其实被照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东罗马 和伊斯兰世界 学到了 马赛克的拥有 那另外一个 接下来就是 马赛克一定是要色彩达蓝的 对 就是我们很少见到 单色马赛克 就是它的表现 会大大折扣 那么在过去 用来做马赛克的 各种颜色 红斑石来自 绿斑石来自 拉科尼亚 知道在西班牙那边 这个绿斑蛇纹石来自 赛大利 然后暖黄色大利石来自 图尼斯 乳白色的这个 马脑啊 来自 弗里吉亚 所以你会发现 不同的食材 是散布在各处的 而我们前面看到的 这个西亚人 伊斯兰世界的 这个马赛克 其实它的色彩 通常来讲 会比较有限 所以它表达 这个织物的逻辑更多 但是在 拜占庭这 当时就只有 拜占庭帝国 它所处的疆域 涵盖了这些地方 所以一方面 他们从宗教教义 以及 和西亚的 伊斯兰世界的 这个交流和渊源 导致他们 会去使用马赛克 另一方面 他们也有着 最得天独厚的 当时在全世界 用来操作 马赛克的各种食材 当然现在 遗留下来的 拜占庭的 这个建筑的 马赛克 已经非常少了 因为你知道 它是一个贴面 现在能留下来 最伟大的 其实都是建筑结构的部分 它最强大 比如古希腊的建筑 过去也是 也是着色的 对吧 就是金色 代表橄榄油 蓝色代表爱心海 都是着色的 现在我们看到白白的 而且我们会被它 白白的所打动 但是当初没有 其实现在也是 那现在我们要想去 领略一下 拜占庭的 马赛克的最高成就去哪呢 去意大利的维尼斯 意大利北部的维尼斯 一直保持着 一直到维尼斯复兴都保持着 和东罗马 就是拜占庭 跟军事坦丁宝一代的 这个商贸往来 所以维尼斯是一个非常 就是它一直到文艺复兴 快要结束的时候 都是一个非常非意大利化 一个非罗马化的文化 它更接近这个东罗马的文化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就基本上在他们的教堂里面 就作为室内的空间表现来讲 它不希望表现这个建筑本身 而是希望 所以我们会看到 大量金色的马赛克 它是放光的 而且马赛克的具体的操作工艺 有一个要点 是需要 它最好是不平 它的马赛克的每一个块 是略微朝着不同的方向 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反射 其实朝不同的方向 就是你在里面 在移动的时候 它会有变换的这个反射效果 所以就是 你一旦把它贴平了以后 它就跟一幅壁画 区别不大 所有的艺术 到了颠峰的时候 都会区分 这个艺术跟其他艺术 所相比起来 最伟大的表现的 这个潜力和优势在那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金色的 有一个最大号 它是放光的 然后在里面 你并不是看到一个表面 而是另一度空间 在里面 后面我们讲到 罗马空间仍然是 就是 哥特之前的教堂 在内部一定是有 大量的彩绘 或者马赛克的 它绝不是我们现在 看到遗迹的那个样子 那么最后 我们讲一讲 拜占庭的模式 不是最后啊 真的有点伞 不好意思 拜占庭的模式 其实 这个可能书里也没有啊 这个 仍然来自于我的 我的判断 所以你们听听就完了 是我能找到最早的 原因是来自于进攻 迷路的进攻 就是 它的模式是 有一个中厅 对吧 纪念性的大空间 以及一系列附属空间 附着于这个大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 身为塔莱 当然这个 就已经不在 拜占庭的这个境内了 但是它的 整个的模式 是拜占庭式的 现在 通常做 拜占庭建筑研究 也会 就以它作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 蓝本 我们能看到 它从外观上来 我们能看到一个 中厅 对吧 一系列 其他的 然后在这我们看不到 完整的建筑 受控制的建筑外观形式 对吧 其实在这里面 我们意识到 它其实 它是在内部 一个巨大的中厅 以及一圈 回廊 这个回廊式 是来在哪 从空间模式上 它更接近巴西利卡 但真正的教堂的部分 其实只有这一块 是礼拜堂 不能叫教堂 独动才叫教堂 它礼拜堂在这个部分 然后有一个前厅 在这 然后它会附着一些 挂着一些附属的 那在这里面 我们看 从平面上看 到整个来讲 我们发现 它的外观 其实除了受 这个主要体量控制以外 其实是 是非常放松的 那它所有的这个 重点都在内部 所以我们看 这个和金工啊 它如出一辙 当然从文化上 也特别容易理解 就从军事产兵 大地开始 作为王权 就是在东罗马帝国的王权 一直保持着控制性的优势 他们的教权始终没有压过王权 就后面讲 罗马风 在西罗马一度 教权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在这里面 我们会看到 就是最主要的纪念性 其实不是一个宗教性的纪念 它是一个用来纪念君王的 这个就变得特别容易理解了 因为在东罗马的时代 用来纪念君王的室内空间 最好的原本是什么 就是一路的金工啊 所以在这里面 它无非是金工 挂了一个礼拜堂 所以它也导致 原本其实只有这是宗教性的 其他部分都是 但是它导致于什么 在东罗马的境内 所有最伟大的 跟这个东正教有关的东西 它都是这个形式 最高级的 被精英所认可的形式 是这个形式 所以在之后 一旦他们开始建独立的 东正教教层的时候 就会进入这个形式 这个是后面 如果讲文艺复兴 尤其讲圣彼得大教堂时候 要讲的 这个叫做希腊时代 所以它不是一个希腊时代 留下的东西 它是被称作希腊人的 东罗马人留下来的 纪念性的 神庙建筑的平面形式 就是一个集中的这个中顶 然后四周会附着这侧建 那它的结构模式呢 也同样和金工非常的像 就是从可见的 我们就也会发现 它长得很像 万神这样 是一个穹顶 因为穹顶最适合什么 最适合笼罩一个集中式的平面 对吧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实际上有两种模式 它其实是不同的 从外观看起来有点像 这种叫做希腊十字拱 这种叫做梅花拱 就是这是十字拱的这个样式 它什么呢 其实是四个拱 顶着这个穹顶 这四个拱的模式 其实是一个最减板的什么呀 最减板的万事庙的形式 对吧 万事庙就是一堆拱 落在一块的 那其实这种 这种梅花拱的形式 其实四个统形拱 它其实这个 这个穹顶不是落在拱上 而是落在拱上面的这个墙上 那后来其实 就是一开始从平面形式 从空间形式的时候 就这两种结构模式 其实是区别不大的 但是从结构模式上 这种逐渐的占着优势 我们后面会看到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一旦四个拱 上面顶一个穹顶的时候 它带来一个最大的不同 是什么呀 因为拱下面 拱的中间是可以开场的 所以它带来 在这个穹顶下面的支撑 它仍然有足够大的强度 但另一方面 它可以被打开了 它不必是一组后墙 那么这四个拱 它实际上 就是看不见的是虚空 看得见的是什么 它会留下三角形的这个东西 这个是拜占亭建筑 被称作拜占亭建筑 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佛号特征 这个叫做翻拱 因为它像一个翻嘛 但其实它是一个 被留出来的东西 它是一个中间地带 是由四个拱 每两个拱和穹顶之间 所形成的这个实体 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个拱 而不是这个翻啊 但由此我们发现得到了 就是由从这个 就是纪念君王的纪念性的大空间 然后衍生到纪念性的这个神庙建筑 然后以及他希望承托这个穹顶 这个结构的逻辑 发现到现在拜占亭在史书上 建筑最重要的符号已经出现了 那它第一位的代表作 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 所以拜占亭的这个建筑文化的这个兴盛 就是实际上虽然东西罗马帝国的这个时间 是平行进展的 但是东罗马的这个建筑的颠峰最早到来 标志它的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 你们看到啊 当然现在这四个塔啊 就是有一次兰的渊源 最重要的我们看到 那巨大的穹顶啊 你从平面上 这个其实原本应该是一希腊石子 后面我跟你们讲啊 为什么没有 原本的计划应该是一个这样的 显然但现在其实不是 来自于结构原因啊 就是在施工过程中修改的方案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从这儿其实都有点像万神庙的吧 会有神龛 会有一个大厅 那么从这儿破灭 我们能看到一个巨大的这个穹顶 这个穹顶三十多米 那理论上说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 你多干了三百多年的这个活 你怎么跨度为什么比万神庙还要小 但是从工程技术上 这个穹顶的这个 这个结构价值并不在万神庙之下 为什么 它跟万神庙最大的区别就是 它的穹顶下面可以开创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万神庙绝看到 万神庙只有上面一个洞对吧 这个有多厚啊 六米 而在这儿 它可以如此清零把风放进来啊 其实整个建造过程大概就这样了 就是它会起四个柱堆啊 然后建四个拱起来 然后会在四个中间留住一个 其实是圈梁对吧 在上面建一个穹顶 打算建一个穹顶 它会先把这个建好 但其实这个过程跟这略有不同啊 建完穹顶 我看在当时是查士丁尼大帝在位的时期 就是也是整个东罗马帝国最兴盛的一段时间 就当时据说在这个建造过程中啊 就是建造一半的时候 就这边就 就它东侧的这个就塌了 但是没有 就是我没有看到那么细的记载啊 就是我怀疑是开始在起这个穹顶的时候 因为侧推力呢 这边就塌了 然后史书上记载啊 就有探马去报给查士丁尼大帝 查士丁尼大帝非常的淡定啊 还是不怕我去看看 然后指挥若定到现场 然后就解决了这个工厂问题 然后西面就塌了 它又指挥若定啊 但是史书没有记载 它为什么会指挥若定 但是我们能看到 其实基本上 它用来描述一个君王伟大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它扮演的是一个建筑师的角色 所以就实际上意味着 这个其实跟我前面讲到的一件事有关是什么呢 另外也有一种可能是 这个穹顶还没起的时候 但是这个穹顶 因为它是统结构对吧 它往这边也会有侧推力 既然你会推住它 在它没有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会过 所以这个时候就这两个穹顶啊 就是副穹顶 其实它在建造过程中的这个 这个问题非常的大 就当然这个问题远不止于此啊 在这个方案开始做出来的时候 就没有人知道一个三十多米的穹顶 该怎么建在一个这样的翻拱上 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有两个穹顶支撑这个大穹顶的这个做法 其实在过程中发现它不断地垮塌 于是在建造过程中开始 削减了这个做法 发现它吸了两度 这个 就是前面看到罗马 衍生这个巴西里卡过程中的墙朵 对吧 开始由这个后墙来支撑这个巨大的 这个就没有这个垮塌的问题 但是在这儿 所有的巩在它结构完成实现强度之前 都会面对 它在过程中如何成立的问题 那其实 这个 它有好多东西让人特别难以评价 就是它也是一个工程学的奇迹 就意味着这么大一个建筑 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 它的工期只用了五年 就盖完了 所以比起万十庙 就包括我们前面讲 像金字塔 一百年盖了那三个 我们也觉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 但五年盖这个 我也不知道 以现在的技术 五年是不能盖得起来 但是它盖好以后 过了二十年呢 因为一场地震 它这个穹井整个掉下来 所以究竟该怎么看这事 我也不太知道 那在这个研究里 我们仍然看到 就是主要的建筑学家 史学家 在描摹它的空间形态的时候 关注点都会在这个翻拱 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记得 翻拱是拜占庭建筑 可认知的最重要的建筑结构符号 所以接下来又是它 康在达卡政府中心的这个穹井 它究竟在纪念的是什么 尽管它已经不是翻拱的结构了 但在这里面 当然它有采光的这个原因 但这个究竟从哪来 作为一个博俏结构 所以 对吧 但是我没有问过靠 所以它最大的区别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作为万神庙来讲 就是它巨大的建筑体量 极其厚重 以及在圣索克亚大文堂里 极其清明 就以及比如像周杰伦唱的歌 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 什么阳光大建教堂里的时刻 能告诉你 是上辈子是狼人还是蝙蝠 这种事 这种事只有在 就是在世界上有教堂以来 应该是在有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后 才存在这样的故事 和歌曲 所以 还是回到那句话 建筑不是禁忌 我们不可能比出它 孰优孰劣 我们只能知道它在某方面 孰优孰劣 所有的时代 每个建筑师 无非是在不同的问题之间 做权衡 所取者是什么 所舍者是什么 尽可能地在你的所取里面 获得更打动人的作品 那么从此实际上 那么我们刚看到 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时候 还会感受到它某些伊斯兰的气质 但是从索菲亚大教堂以后 之后几乎 这教堂规模非常的小 但是我们仍然从里面看到了 希腊十字 看到了中间 无论如何 哪怕你的工程技术达不到 也会有一个穹顶 它的集中式的布局 那这个是东罗马 纪念性建筑 最核心的空间特点 当然我永远不要忘了 其实虽然我们的目光 锁定在欧洲海 但事实上 在他们的东方 永远挺立着 并驾齐驱 在很多时候略胜一层的建筑传统 那么 东罗马 我们看到一个更完整的帝国 看到了更加始终如一的建筑成就 而且这个成就 可以被打上东罗马的印记 以至于拜占庭在现在 就是从当初的这个绰号 骂人画 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 非常伟大的建筑传统 一类建筑一个建筑时代的 这个代号 但是在西罗马 实际上我们所称的罗马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状况 那么 仍然要回到这儿啊 西罗马的这个境况 远远不及东罗马 是在于一旦分江而至以后 之后的数十年里 它就变成这样了 这儿还是东罗马 但是西罗马已经 我们看到东哥特人 西哥特人 伯根地人 就是各种王族 以及这儿啊 前面我们看到 原本是 当时写的是热曼 在这儿他们是法兰克人 就开始打进这个 这片土地 马上就分崩离析了 所以实际上优秀的建筑 一定是在 在乱世里面酝酿 但通常来讲 它都是在盛世里面达到巅峰 不管埃及 还是 还是希腊 还是在罗马 我们看到都是 那在这个时候 东罗马帝国也是在 在它最强盛的时候 出现了 上索菲亚大教堂 它也意味着在西罗马 其实没有 整个中世纪的时代 早期几乎都没有 它没有机会出现 伟大的纪念性的建筑 但这个并没关系 它没出现 但是它直接导致了 后面一个最伟大的时代 就是哥特时代 所以我们现在 称罗马风 我不念那个词了 前面是罗马 后面是逆克斯 实际上 就是比较 可能更传神的翻译 叫做罗马式时期 它表达了几件事 一个是在这个时代 仍然在传承古罗马的建筑成就 这跟东罗马是不同的 对吧 另外一个 这个是意味着 它不是古罗马 那如果现在让我们想想说 真的我们就是 有谁是听过建筑史课的 西方建筑史 举手 你们都没听过建筑史 就是你们课程里的 举手 原来 基础这么少 可能也是好事 那么 其实很少有同学 能清晰地勾画出 罗马式建筑 或者说罗马风建筑 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这其实特别难 但其实这个难一点也不奇怪 是因为 罗马风是一个统称 它把这个时 就是这一段时间 其实在这个中世纪称作黑暗的 其实不是一千年 其实大概黑暗了 有个 有个六七百年的样子 其实可能也不到六七百年 黑暗了四五百年的样子 这段时期 以及之后的 待会儿我会不会讲到的 这个加洛林王朝的时期 出现的 并不典型 但是已经对 哥特建筑有了明显的 这个预兆 解决了基本的技术和空间问题的 这段时间 所出现的几乎所有的 在西罗马疆域内的建筑类型 我们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统称之为罗马风 所以它不是有某一类建筑逻辑命名的 而是先命名之后 把其他建筑逻辑放进去 它有点像一个余术 所以这事讲起来会有点难 那么 实际上在这个蛮族时代 就是大概就是 就是公元四五世纪 其实一直到六世纪的时候 都一直没有消停过 整个西罗马是一个分崩离析的 诸侯纷争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 但是很多这个政治上的格局 就是后面我们会讲到 哥特的政治上的格局 开始在垫垫 有几件事 一个是为什么蛮族会进来 并且会建立国家 是出于一开始 西罗马的这个军事力量 原本就不够 所以西罗马的皇帝 就开始雇佣蛮族 来攻打蛮族 或者说说在抵御蛮族 所以像法兰克人 伯根地人 哥特人 他们其实都是一部分人在打他们 另一部分人被招安了 就直接被赋予贵族的身份 然后成了将军 带兵就 其实他有点像 所有的这个 就是乱世出英雄 对吧 就当时是一个英雄割剧的时代 所以他们就开始 有蛮族的人成为 罗马帝国里面的贵族 但因为他们手里有兵 他比原本罗马贵族说话 还要硬气 那渐渐地他开始不受管束的时候 就开始形成了这个 割剧的时代 一直到 这件事一直到 大概就公元700多年 就是八世纪的时候 前面我们看到的法兰克 这个时候法兰克 跟现在法国 是不吻合的概念 法国本身 它命名都来自于 法兰克的民族 但其实当时的疆域 是整个日尔曼的 这个就是民族疆域 其实它包括了 法国和现在的德国 所以它一度分成 就是西法兰克 中法兰克和东法兰克 东法兰克就是德国 中西法兰克就是 成为现在的法国 所以原本 法国人跟德国人 其实来自于同一民族 但是并不意味着 同一民族 他们就会更加和睦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一直到八世纪的时候 法兰克民族 开始有一支力量 站出来 这个人叫做矮子批平 就是曹丕的批 和平的批 叫做矮子批平 他在法兰克内部 覆灭了莫洛温王朝 并且从他到 他的这个孙子查理 这个三代君王 让整个法兰克 这个疆域 几乎跨越了过去 西罗马帝国的全江 并且在这个时候 查理做了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 就其实在批评的时候 仍然是那些事 就是当时教皇 跟跟矮子批评 其实相当于是签约 你帮我去打仗 如果你们能打赢 我就给法兰克人加冕 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政府已经没有用了 但是教廷还在 那么也有越来越多的蛮族 开始皈依 这个皈依天主教 所以教皇说话 是有分量的 尽管在这个时代 不同的民族 在这个时代 不同的民族 其实它是割据的 但是在天主教 整个的这个教会 其实是在各个地方 都是 都是 还是在 在教务里面执政的 所以教会是统一的 结果其实 那个 梵蒂冈的教廷 是达死也没有想到 就到查理的时候 真的法兰克人 就统一了西伯玛的这个疆域 所以出现了 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教皇帝奥三世 给查理 加冕 就后来称查理曼大帝 就查理曼时期 那么这个是 开启了西方世界 军权神兽的 这个出使 之前就是 罗马的这个描迹才行 那在这个时候 教廷可以决定 皇帝是谁 那它也就直接意味着 实际上 这个时候血统 已经不是罗马人的血统了 那在这个时候 仍然叫做 就是 其实叫做 查理曼时期 那在这个时候 它仍然 理论上 仍然是 是叫做罗马 那么它就成为后面 我讲文艺复兴的 还会讲到 唯一复兴的一次浩劫 就是神圣罗马帝国 打到罗马 就是 神圣罗马帝国的前身 就是从批评到查理 所建立的这个 法兰克民族 为核心的这个 这个政权 但另一方面 它也导致因为 疆域刚刚统一的时候 其实在各地需要执政官 实际上你任命执政官 仍然还是蛮足 你很难统治 这个时候其实查理发现 就是赋予 赋予教庭权力 所以在那个时候 出现了教皇国 教皇开始有自己的土地 它不只是 统治和管理 这个宗教人士 所以各地的教会 开始成为一个统一的 受教皇支配的 这个行政体系 那每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的教区 是可以做行政官 执行一些管理事务的 虽然都不是最高执行官 但最可怕的事就在于这个 虽然你在各个地区 你都不是最高的决策者 但是当整个欧洲 你都某种程度在控制的时候 这个时候 是在西方世界 天主教教庭权力 开始进入最大的时候 一个是军权神兽 所有的这个诸侯国 都希望能够获得 教皇的加冕 以名正言顺地成为领主 另外一个就是 教皇开始有自己的军队 有自己的领土 那从征兵来讲 为什么十字军东征 开始进入教皇的 这个最强盛的时期 但那个时候 是我后面下一条 要讲到的 哥特时期的 这个建筑所出现的时期 所以所有的伟大建筑 都出现在 这个最强盛的时代 那么在这个时期 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讲的 为什么讲这么多通史 我们现在所讲的 罗马峰建筑 其实更多的是 就是它代表中世纪 但它其实更多的是 从公元八世纪到十世纪 这一阶段 由批评到这个 这个查理所开始强盛的 叫做加洛林王朝 是法兰克的这个 所建立的这个王朝 所以多数是在 加洛林王朝时期 盖起来的 在那个之前的 其实代表性会非常的差 而且留下来的会很少 因为一直在打仗 那加洛林时代 其实现在很少提及 但是在艺术史上 它非常重要 它曾经被称作 加洛林的文艺复兴 那到后来的文艺复兴 其实有 有很多的这个智慧 就是数学的 这个哲学的这个思想 都是来自于加洛林的 但是它在建筑上的遗存 并不够多 所以我们讲 罗马封建筑的时候 就是很多 都是在加洛林王朝时期的 是由法兰克民族 主导的这一类的建筑 那么后来包括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到它再次 分崩离析的时候 它开始得一致 对吧 就是那么整个原本 就是它们 这是神圣罗马帝国的 这个疆域 那中世纪确定的版图 基本就是现在西欧的版图了吧 对吧 江域名称 其实几乎都是差不多的 法兰西啊 就是到罗马 意大利 然后到东欧的那些 其实已经 这个这个名称和江域 都开始定下来 是这段时间的 所以这个 大家最重要的 其实也不是明白 罗马封的建筑是什么样 大家要知道 罗马封建筑 为什么这个词条 在史学里面如此重要 但是在研究它建筑的时候 其实它 它会有点尴尬 那么 明正言顺的 作为罗马封建筑最重要的代表 其实就是 这个查理 在亚称 亚称县县在德国 所建的宫殿 我看到这些特别好玩的事 其实这个 这我明显能看到 他在 干谁的事 其实在干尼陆的事 东罗马也在干 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什么 那会有礼拜堂 它会有个大的巴西利卡 其实我们发现在这一刻的时候 中西罗马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 那它也会有中听 但是接下来有很多事 但是这个外观并不代表 就是亚称的这个 就是宫殿原本的样貌 是在 是在大概公元12世纪以后 就是在欧洲有一个 哥特化的这个 这个运动 实际上会把 几乎所有的各个时代的教堂 都化装成像哥特教堂一样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它就被 内外都被装修过 我们看这个 在这里面我们能看到它 这是这中听了对吧 我们能看到它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呀 这拱券对吧 曾几何时 我们在看到这个拜占庭建筑的时候 我们不大看得到拱券 虽然有 但它不是表现的中心对吧 站在这 拱券不只被表现 而且它出现了这种 深浅相间的这个砌柱的样子 还记得咱们看之前那个 这个这个 旁贝古城留下来的这个 门窗洞口 基本多数都是砌柱很精良的 之前还记得我讲过 最早罗马峰建筑 它其实前身 一开始都是栽后重建的 用各种建筑废墟里面 石材来砌 那么 第一 它意味着 我们看这 现在都是 它是贴了大吕石的 它不是大吕石砌的 对吧 它一定是贴面 就是我们经历了 这个这个 上千年的历史 我们应该知道了 它一定是贴的面 那意味着它里面 其实还是砌柱的 那么 一直到洞口的位置 它要录名 在这个时候 因为原本 这类建筑 它就来自于不同的石材的混迹 所以当它用比较讲究的做法的时候 它会捕捉这个最有趣的特征 就在于它石材不同的了 所以它会间隔气 这个是现在 我所能找到的 如果说你从一个符号 你认古希腊 古罗马 你都能从住室 然后拜占庭 你能从翻古认出来 如果说 我们要从某些建筑要素 来识别罗马峰的话 这是一个很详实的要素 并不意味着 有这个就是罗马峰 但是多数罗马峰的这个梗圈 都是这样 它仍然来自于 它整个建筑技术的这个历史 你们看到 其实到处都是这个 对吧 它一定不是整块的石材 那我们也就知道 它切割了有多么的精良 这个铁面 然后在这我们能看到 其实你们可能看不清这个纹理 其实是一块大理石 裁成两片 然后对称的这么贴的 你们回去看 看PPT的精销版吧 这是一种 特别典型的 你可以对上的贴法 你知道哈 切开以后 它从铺面来讲 一定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大理石的纹理 所以你把它对称贴的时候 它一定能接上 它会变成一个镜面形态 对吧 突然想到了 其实这现在也在用 下次我的PPT会放上 密斯凡德罗的巴塞罗那 德国馆中间的那个大理石 它就是四块 切开以后 拼出了一个石子 那么从外面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它 这个是礼拜堂的位置 都延期了最典型的 那 这个是圣堂 就是因为西罗马的这个 这个建筑 通常来讲 都是一个狭长的 它礼拜堂有狭长 对不对 它是有偶像崇拜的 供十字架 对吧 你要供十字架的时候 你一定不方便 把它供在中间 对不对 供在中间就意味着 你总会走到 这个 耶稣的背面去 这个是不大礼拜的 所以它一定是 被放在一个终点的部分 你不可能走到它后面去 所以这也导致了 西罗马的这个建筑 从空间上 东罗马会非常不同 对吧 通常 既然你不共 对吧 那你 没有偶像 跟万神庙 对吧 其实它道理 是有点相近的 所以它 祭拜的是一个空间 以及朝向耶路撒 圣城的这个方向 所以在西罗马 它的这个教堂的形式 会更接近 在圣经旧约 以西节书里面 曾经提到 上帝小绿先知 让他建一个 犹太人的避难所 并且在圣经里面 上帝就说了一段 设计说明 你怎么干 甚至把魔术 就是你用多宽 几万尺宽 几万尺长的板条 钉几层 每边钉几个 所有的魔术 说的都非常的清楚 现在的建筑 历史学家 把它还原出来 大概就长成这样 进去的时候 会有一个潜朗 然后进去里面 有一个峡上的厅 然后到最后的部分 是一个立方体的后殿 现在几乎天主教教堂空间模式 也都是这样的 唯一的区别是 显明的变高 但它仍然是这么分三段 那么会有祭拜 那么这个教义 因为有十字架 因为你有一个被朝拜的课题 会出现在这个空间里 就直接导致了 西罗马 罗马宗教堂 它最后被定型的这个特征 首先它是一拉丁十字 拉丁十字就是一个狭长的十字 我讲文艺复兴的时候 还会再讲 接下来它会有个大厅 对吧 大厅就是这个东西 它会有柱廊 柱廊来自什么呀 巴西利卡 因为在罗马时代 最典型的 最流行的这个空间和结构模式 就是巴西利卡 所以它会有宏领 对吧 那么它会有高耸的西利面 但高耸的西利面 其实是到了真正哥特时代 才开始完全高耸的 但是我们会看到 罗马宗建筑里的西利面 哇 就是这个西气古怪 什么样都有 所以这是一个正在 找一条定型的路 但是在这个时代 没有完全找到 或者它将将找到 这个时代就结束了 以它东侧的圣堂 就是这个 通常来讲 在犹太教是放约柜的位 天主教会放约柜 放那个十字架 它都是最重要的 会在最后面的圣堂 它就是由这几个要素 所构成的 你们看到 这个叫做拉丁十字 就像这一地表长 这是那个中兴 它两边会支出两头 这是一巴西地塔 对吧 两边的侧廊会推着它 这大家不认得吧 是那个后垫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 罗马宗时期的 拉丁十字的 这个 这个 一个圆形 理想的话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它跟 它跟拜占庭的这个 有多么不同 但你要真说它有多么不同 其实它也是个拓骨形 基本上巴西里塔 这个也在 所有的序列都还在 但是这个是一个集中式的 它最重要的部分在这 对吧 东罗马 而在西罗马 最重要的地方在这 但是 天主教的教堂 第一时间就已经意识到 最重要的地方在这 但是盖这些教堂的建筑师 其实花了大概四五百年 才意识到 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是这 在建筑里面 所以像我前面讲的 技术史特别有意思 所以我们看它内部的 这个结构逻辑 都是拱结构的 对吧 那既然有了拱 它两侧就会有这个 侧廊 推住这个 这是典型的巴西里塔 那么到了 包括它巨大的这个中厅 会高于两边 那我们看到 其实它拱结构 实现了这个结构的 这个成立的逻辑 但是它上面 三角形的这个 其实屋架是被 是被再举起来的 那这个是过去的 罗马峰建筑 我们看到它大概 拉丁十字的还在 有两个塔 但在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 特别有意思的事 在这个中厅的位置 它建的是最高的 在建筑里面 它几乎变成一个 控制性的要素 后面我会讲 这个双塔是怎么来的 其实它经历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过程 在什么呢 一开始 入口就在这个位置 那么大家知道 西罗马云一直在战乱 所以它所有的教堂 它都有防御攻势的作用 所以它会有一圈这个 围墙 在入口的部分 那一开始 就是因为入口的部分 你这儿 其实后面才是放约柜的地儿 对的 但在这个建筑外观里 我们看到 它最重要的中厅 出现在前面 那这个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但是他开始渐渐 建筑师意识到 这东西不对了 在哪上 是因为上帝在这儿 你从看起来 这儿最牛 这是不对的 所以之后呢 就是下一步的这个演变的 就把这个中厅 挪到靠后边去了 这个中厅 一直保留的哥特建筑 它非常的重要 然后那在入口的部分呢 因为所有的建筑 你都是两部分的 一个是你里面的空间 对吧 这空间的逻辑对了 但是你入口的位置 现在叫什么 叫正立面对吧 它是一门面 就是你仍然不能草率 一旦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吧 它是典型中世纪古宝 但你挪到后边去 这边该怎么办 对吧 它挪都有 还剩他们俩 就是这样肯定不太体面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开始 开始长过 开始变大 但在这儿 这个和这个 有最大差别在什么 不是双塔合成单塔 虽然在哥特建筑时期 也有很多单塔 最重要是什么 在这儿我们看到 它巴西利卡 作为这个 就是拱顶的 这个三角形的 这个形态 其实是显露在这个立面的 因为这立面是不独立的 它呈现出了某些 这个结构留下的 而不是你从建筑要素上 所控制的 这个和这个 它为什么不怕后边 因为后边定型 你们理解 它和它最大区别在哪 它单独做了一个立面 在这儿是一个拱 而在这儿中原来是 是三角形的无价 我们发现 这时候它前面也定型了 意味着它变成完全从形式上 被截断的三段 一个正常的 这个中心的长项的 巴西利卡的狼 一个大厅带着后殿 还有一个完全独立于 整个建筑结构逻辑的 非常高峰的入口 在这个时候 所谓罗马峰呢 其实在这个同时 哥特建筑的基本的 形体和空间的这个模式 就已经定下来 在之后的数百年 没有再被定过 但是后边两个被定型了 其实特别容易定型 是你定完以后是空间 对吧 你最容易折腾什么 是面对吧 尤其女生出门之前 她打理的都是脸 对吧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千变万化 那当这个 当这个前脸被独立出来以后 紧接着问题是 在这一刻 我还知道 它应该长什么样 对吧 它一部分跟着这个逻辑走的 这也是从这剩下的 对吧 在这儿 还是一个求出来的东西 一旦它可以独立 它想什么样 就什么样的时候 这是建筑师最痛苦的时刻 所以现在 我觉得最拙劣的建筑师 才会 才会 呻吟没有自由啊 但其实所有的糟糕的建筑 都是因为它太自由 建筑师没有能力 找到限定你的因素 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这个时候 你们认得这个东西吗 这什么呀 开开门 对吧 所以建筑师另外一个痛苦的就是 你不知道该做成什么样 一个是做什么样都行 对吧 第二是你不知道该做成什么样 所以一定会找到一个你熟悉 认同的 大于你的东西 所以什么时候 作为一个设计师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 基本上你的职业生涯可以结束 然后在这儿是助廊 对吧 就是它 然后到这儿我们发现 它发现 这个 它过去 应该是 还是外边 对吧 你突然穿过一个 凯旋门进去是里边 它有点不太适应 然后什么样进去 还是里边呢 它突然发现 这个 在PIV教堂里面 那我们罗马人不还有经济厂吗 对吧 最伟大的几个成就吗 那经济厂呗 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塔夫盖 对吧 然后往上 艾尔尼 柯林斯 就是一层一层往上跌 他就突然发现 这个其实也不大够长 对吧 就是也挺怪的 但是我们发现 它 这 所有的 这应该都是当时最伟大的建筑师 他都不会做一个 自己都不认得的东西 你做一东西 把自己得认得 对吧 是吧 就是这个 前一段 你们去找一本书 我师父懂一个案新初的 叫 那个 拜碧与废墟 里面有一个例子 特别 觉得特别好 他说 很多建筑师 你不能容忍其他的建筑师 盖的房子 像自己以前盖的房子 但是如果你 尤其你作为父亲 如果你生的孩子 你发现长得不像你 这是不是一件 这是不是一件 值得炫耀的事 所以我们会发现 就是 罗马峰的建筑 它既然是古罗马的后裔 它一定带着古罗马 深重的血统 以及这副脸孔 对吧 所以在这 我们还是看到 它一层一层的 这个 跌起来的 然后在这一刻 认到这是哪 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仍然在找这条路 所以这张脸 究竟应该怎么做 这个是前面 我们看到的 就是 它独立出来的那个 就是后面的这个中厅 它 因为是十字交接 而且带着后面后垫的 它 作为强调的比较厉害 但是后来 其实 罗马峰晚期 以及哥特建筑师 也意识到这事 因为就是 过去的这个聚落 其实非常的密 基本这个东西 很难被看见 所以它才会 在很多层的 织起来 但是你 你入口地方 一定有一广场 对吧 不管是步道 还是人要进来 要有仪式 所以真正会被 会被观赏的是 是这个地面 所以在 在往后面演变的时候 这个 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这个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当然还有 对吧 就是它 还有这种 小计较的阶段 所以这种 完全没有定型 那这也是 马乔雷教堂 是一个 罗马峰式的教堂 我们也看到 其实是一个狭场的 然后它的 中兴在后面 所以 罗马峰的教堂 其实一直没有 被完全定型 前面这个 加建特别逗 前面的加建 是帕拉迪奥改造的 但帕拉迪奥 在这里 干了一个 特别聪明的事 是 他说文艺复兴的时候 已经 集中式平面 变成主流了 对吧 但是你改造一个罗马峰的 你势必要面对 这个狭场的 这个长度怎么办 它在前面 带了一个 这个 这个 非常希腊式的 这个前脸 然后你隔江来 看它的时候 后面的这个穹顶 它正好硬在这 它像万神妙一样 我又不给你看这个 你能想得到 它是一罗马峰的 但它内部 其实很快就定型了 以及它的后垫 对吧 它的巴基里卡的模式 其实这个时候 已经开始有 净位分明的 集中式 和这个 纵场式的 两种空间 我们看看后垫 所以渐渐的 将人开始发现 前面越来越高后 对吧 来来去发现 哎 上帝其实在这儿待着呢 我们一直忘了他 对吧 就开始 加工这种后垫 那加工后垫的时候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劝度式 对吧 仍然是最典型的 罗马式的建筑要素 那到了施派尔教堂的这个时期 其实这个教堂 在罗马峰的这个建筑 这个列表里面也有它 在哥特的建筑列表里也有它 也就意味着讲来讲去 我们终于面对了第一个 完全被定型的建筑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罗马峰的 这是它的后垫 我们可以看到 是半圆形的 然后这是那个 就是它整个建筑屋顶的 这个巴西利卡的三角形的这个屋架 然后它会 它其实不止两个塔 在这个时候没有完全定型 所以它还可以是罗马峰的 我们看到 后面也两个塔 前面也两个塔 这份仍然在纠结 我们会发现它其实 作为西利面 有一个从空间上不重要 但在形体上如此重要的一个 一端 和它在东边 它在空间上如此重要 而在这个建筑形体上 它如此被看不到的一边 就实际上仍然在这个纠结的过程里面 所以我姑且把它放在罗马峰的建筑里面 那么以及在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它已经 就比起前面的罗马峰建筑的工艺 已经好得太多了 包括它的马赛特 它的雕塑的工艺 它这时候仍然是卷入室 这是什么 这还是一凯旋门 对吧 那么到这儿我们发现 它作为建筑外地面的表现形式 有一个特别好玩的 它飞上罗马功能是什么呀 这时候 斯派尔教堂 它一定不是在废墟里面建起来的 但它死活会找点红杀眼 跟博士气在一起 为什么呀 因为这时候 这个实在教堂 你要气起来 它基本都是相见的 所以当它有条件 让这个食材的表面 可以呈现 这个叫什么 清水面 对吧 当它有条件 可以不抹灰的时候 它突然发现 过去让人特别头疼的 实在颜色不一样 它突然从里面发现了 表现它的潜力 所以没有任何东西 它是美学的 或不是美学的 就只是你有没有可能 让它进入美学 所以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显然不是一灾后重建的 初专入室 对吧 但在这里面 它混气的这个效果 已经非常强烈了 在这里面 哥特的成分 就是起码从维护的角度上来讲 建筑维护的角度上来讲 哥特的成分 没有俄马特的成分强 但有大量后面 哥特的建筑要素 已经开始定型了 玫瑰窗 这个下次我会讲 但是它的拱圈 还都是原动 所以它所有的拱圈 其实都会 在这种 这个混气的形式下 所以当你们 见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大致可以蒙一蒙 它是弱感的 看到这个 你不太好蒙 我讲完哥特 你就会蒙了 什么样的 可以叫罗马通 什么样可以叫哥特 那么到里面 我们会看到 其实它会有 我会有彩绘 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看到 它渐渐地 开始把越来越多的 属于混气的东西 暴露出来 就为它表现的 这个要素 但是你们相信 这个强冤论 就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应该气成这样 回来 我们离近一下 看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做法叫做 凿毛 凿毛跟拉毛的 这个作用是一样的 为什么 是为了挂灰 表面越粗糙 越容易挂灰 所以 我不太清楚 这个我女朋友 一直不同意 但是我一直怀疑 其实是皮肤越差的 你越适合化妆 它能挂出更多的 这个粉底 当你学一个学科的时候 其实你并不是 满眼看到的建筑 你会发现 这个学科会变成你的眼睛 它并不只是改变你的视野 就是你理解东西 所以 桌面上放了一堆化妆的东西 他跟我讲 这是什么内容 我永远记不住 直到有一天 我突然明白了 所谓粉底 就是这个 批档 对吧 你叫我挂腻子 对吧 然后面霜呢 就是抹大白嘛 对吧 然后就包括 它之前还会洗 对吧 就是要 化妆那些拼命的洗脸 然后我突然发现 这个跟你 你抹灰之前 在这个表面 刷界面剂 就包括这个 规范里面会要求 就是你清洗 这个表面的程度 以及就是上棱底子游 就这些 就一旦它一一对应以后 这事我突然就开始理解了 这是建筑是很没劲的一个地方 所有的东西都被你弄得不解风情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会知道 它里面这一层一层的券洞 应该是什么呀 当初应该是清水的 而这些看起来并不均匀的 应该是混系的 当初应该是有非常厚的灰尼 以及会有彩绘或者马赛克的 当然如果真的用一张图片 来表达罗马风的建筑 大概是什么样 我能选到的是这个 但它恰恰不是一个表现的部分 这是一个属于功能空间的部分 首先我们看到被混系的部分 它不止作为一个灾后重建的不同材料 而作为一个要被表现的要素 被露明出来表现 十字拱的拱形结构 以及它的这个劝柱式的这个结构逻辑 那么它的柱头更接近古罗马 上下会讲到 因为它会鼓出来 它表达的是承重 而表达的不是失重的状态 对吧 这看起来就很重嘛 对吧 一压把它给鼓起来 像果冻一样 是像一个柔软的形态 在表达这个承重的状态 这个仍然属于古罗马 那么所有这些 这几个特征 来自于罗马风自身的形态 以及它传承自古罗马的 这个承重的要素 那么它是一个典型的 罗马风建筑形式的一个缩影 但是它仍然只能缩成这样 它缩不成任何一栋典型的建筑 那么到下一讲 我会讲 今天我们看起来 成就不够辉煌的罗马风建筑 如何衍生出了 到现在为止 在建筑设认为最打动人心 振人心破裂 哥特事件 今天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